好 會議開始 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1人已足法定人數 好 我們現在正式開會 請一四人員宣讀上次會議的議事錄 宣獨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4月19日星期四 上午9時至10時32分 地點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昌佐等12人 列席委員洪孟凱等5人 列席人員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馮世寬及所屬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羅麗婷 主席蔡召集委員適應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 確定 二 主理院會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軍退出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支等八案 決定 以上八案報告完郡 同意動支並提報院會 討論事項 繼續審查國軍退出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案 決議 一 審查結果 一 工作計畫後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這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 收支部分 收入總額 原列6670萬元 共計增列400萬元 改列為7070萬元 支出總額 本期短處 原列2479萬3千元 共計減列40萬元 改列為 9109萬3千元 本期短處 原列2479萬3千元 增檢戶底後 減列為440萬元 改列為 2039萬3千元 通過決議八項 請參閱 並請翻至第七頁 二 國軍退出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案審查完峻 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蔡召集委員適應出席說明 三有關委員提案內容文字及金額 在不影響提案原意下 授權議事人員修正處理 以上宣讀 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先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邀請外交部部長報告 我國運用NGO推動國際合作制作法 並被質詢 處理院會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外交部主管提出出面報告後 使得動支等六案 一 第二幕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 業務費預算凍結20萬元 二 第四幕向下 協助各種國際交流活動 預算凍結100萬元 三 第四幕向下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預算凍結100萬元 四 第四幕向下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中 業務費 預算凍結100萬元 五 第五幕 國際合作集關懷 預算凍結200萬元 六 各業務計劃編列新南向政策 相關經費 三億六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千元 預算凍結十分之一案 以上宣讀 我們先來介紹在場的委員 陳以信委員 再來介紹列席的長官 我們外交部的次長 徐師檢次長 領事事務局葉飛比局長 亞東太平洋師 葛寶軒師長 亞西級非洲師 楊欣宜師長 歐洲師江森師長 北美師姚金翔師長 納丁美洲級加勒比海師 尼大雷師長 國際組織師 陳隆錦師長 國際合作集經濟事務師 蔡允中師長 主計處 丁再興先生 研究設計會 主任 谷瑞生主任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執行長 賴明琦執行長 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劉嘉惟委員 安靜 趕快 國際事務會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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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他沒有兩個人不能求你阿 先報告 報告什麼 好 我們先請我們外交部的徐次長上台報告我國 運用NGO推動國際合作之作法並備詢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很榮幸來國委員會報告外交業務 書面報告請大家參閱 以下我就重點向各位委員說明 我國外交處境艱困 國際參與空間處處受限 本部氣司運用各方的力量 擴大國際參與 開創外交空間 我國民間組織能量充沛 熱衷參與國際事務 成績斐然 因此結合民間力量 擴大國際連結 已成為我國拓展國際外交重要的助力之一 多年來本部積極從六個面向來推動我國NGO與國際的合作 人道慈善 性別永續 國際組織 新南向政策 民主人權 及智庫論壇 透過我國公民社會多元豐沛的柔性力量 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外交的軟實力與暖實力 達成擴大我國國際合作及參與的目標 以下我請向各位委員就六個面向分別報告幾個具體的案例 一 人道慈善工作方面 本部長年協助如台灣世界展望會 慈濟基金會 羅惠夫基金會等 向農糧署申請辦理糧食人道園外計劃 每年將約一萬五千公噸百米 運往全球近三十個國家 廣闊肯定 二 協助財團法人陽光基金會 在尼加拉瓜辦理燒烫商附件專業人員培訓計劃 培訓中南美洲友邦燒烫商的職能治療師 在性別永續議題方面 協助去年協助了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中華民國分會與立新基金會 在台灣辦理世界性的年會 提升我國的能見度 二 連續三年協助永續發展目標聯盟 在台灣舉辦GCSF 全球企業永續論壇 三 台灣的同志組織幹部 參與國際同志聯合會 並當選亞洲分會理事 第三方面 在參與國際組織方面 協助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赴美國辦理宣達加入UN的活動 二 運用民間一位實力連結國際友人 如協助國際外科學會 中華民國總會赴瑞士舉辦 前進WHA向國際發聲分享 台灣醫療軟實力 最近世界醫師會發函WHO 呼籲讓台灣參加WHA 這也是像台灣醫師會這樣的NGO 多年努力後製人脈的成果 第四方面 推動新南向政策 107年本部協助成立了 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作為年度玉山論壇 常設辦理機構 並打造常態化的區域對話平台 邀請各國的NGO來台交流與會 積極提升了台灣與新南向夥伴 國家之間的交流合作 而積極促成國內的NGO及RNGO 針對新南向政策目標 目標國推動國際合作案 譬如與泰國的梅道診所 合作辦理強化泰緬邊境 弱勢移工社會保固網 及服務能力的計劃 提供泰緬邊境難民法律輔助 及社會福利制度 第五方面 宣揚民主人權價值 與財團法人 台灣民主基金會合作 去年和前年 辦理了多項重要的國際論壇 如民主社群青年論壇 世界民主運動亞洲區域論壇 國際人權聯盟 FIDHD40屆世界年會 全球公民科技聯盟聯會 等等 其他受補助的還有 奧斯陸論壇或公元2000論壇 最後一個方面 就是民間智庫 本部积極推動 我國智庫 與國內的NGO長期努力的成果 展望未來 本部仍將與NGO密切合作 除了在既有的基礎 持續生根之外 也將努力拓展 有助提升我國能見度的合作案 以達成結合公司部門 推動全方位踏實外交的目標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八院和各位委員 對本部的支持和鼓勵 外交部會繼續努力 全力以赴 謝謝 我們先來確定 今天我們剛剛宣告的這個議事錄 請問照常委員 有沒有我們遺漏 或者是有錯誤的地方 好沒有 我們就確定議事錄 請問各位委員 有關報告四項第三項 處理院會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外交部主管的預算動結案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等六案 現在書面報告已經送到本會 是否同意解動 委員好 同意解動 我們就提報院會 我們現在開始巡答 本會委員是6加2分鐘 被本會委員4分鐘 10點30分鐘 發言登記截止 先生先請瘟疫曉委員質詢 市府總統 Gus張 總統 iyeb 我的 Eye 又有她的遠妳 又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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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市長 市長 提醒 市長 維肱總 市長 士長 今天你提到的第三項大委員會運用多元方式爭取參與國際組織 對不對 我們今天有第三個大項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直到4月17號的時候 WHA尚未正式公佈是否如期舉行 那我們的假定 因為我們要爭取加入國際組織就有兩個 一個是WHA的會議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走進來有點喘 就是那個加入聯合國 是否這兩個大項 那我們現在再來講 因為我們這次防疫的工作 那我們受到很多國家的贊同 我們是否有機會加入 進這次的會議 WHA的會議 那這次因為我們那個譚德賽跟我們外交部抗議說 我們外交部放任網軍去攻擊他 所以你認為他會不會給我們邀請函 今年會不會 如果有會議的話 我先簡單講 本部絕對沒有放任 或者是說使任何人做像譚德賽所說的事情 這點要特別澄清 關於具體的這個發邀請函的部分呢 或者是我國參與WHA今年的情況 我是不是允許請國主司的司長向您報告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今年我們應邀參與WHA的難度還是很高 但是我們會跟友邦還有理念相近國家繼續努力 爭取到最後一刻 謝謝 那我們今天會不會組團 組的宣達團 會不會再組宣達團去 報告委員 因為今年WHA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可能他們現在 讓我假設是會 很可能他們會改成視訊會議的方式 那視訊他會不會邀請我們 視訊會議 報告委員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會繼續爭取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宣達團 我們有一個叫做 聯合國協進會這個宣達團 他有兩項重任 就是一個就是我們的WHA的會議 那另外一個是交日聯合國 那他每次 整個這三年來 他都要求補助 對不對 協進會 他們有 得要求補助 跟我們申請一些補助 我想請問一下 效果如何 效果 效果的部分 我們這邊的話 外交部這邊 會盡量的來協助他們做一些行政的安排 那效果如何呢 我想至少 他們代表國內民間的聲音 我想在國際上也達到相當的效果 好代表國內民間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三年他總共補助了四百多萬年 那四百二十萬 他們還 他們認為說 你今年的補助太少 補助太少 他們認為說 只能住三星級的 好像你們應該也知道這個消息 他們有邀請委員去 去關切 對不對 他認為說 這種補助呢 只能住三星級的 民宿 那 這樣子的話 我想 請問一個問題 一個宣答團 他是替國家做事 竟然要求補助還嫌錢少 你知道世界台商會 我們以前也去過 我們可是一毛錢都沒有要求政府補助的 如果真的是要替國家做事 替有這個新為國家做事的話 為什麼一定要要求說 要補助得有夠 一個人要到四十萬 一個人 2017年被踢爆 一個人補助將近四十萬 十天的行程 只有一天是WHA的會議 一天半的會議 其他的行程就是去觀光啊 去旅遊啊 這些包括杜拜 包括愛情海啊 這是旅遊團還是宣答團 我想請問一下 報告委員 一個人補助到四十萬 將近四十萬啊 應該 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只有外交部 因為他還有其他單位的補助 包括喬委會 還有其他單位的補助 那當然不是只有外交部 外交部沒有補助那麼多啦 我也知道了 外交部的三年只有四百二十萬 這個我沒有資料的啦 那我想就是說 一個民間社團 按道理講替國家做事 應該盡心盡力才對啊 我們也都盡心盡力 我是出身喬社 我也盡心盡力在為國家 這是我從來沒有要求國家給我一毛錢 我們台商會出文 都是自逃腰包 那為什麼這個宣答團 一定要這麼 要這麼多錢 還說不夠 還怕煮三星級的飯店 這對國家來說 要替國家做事情 就用錢來衡量嗎 包委員 拿錢辦事 這個是不是叫做拿錢辦事了 對不對 包委員 我們非常感謝委員 還有全世界很多很多熱情的台商 對外交工作的支持 那聯合國協進的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也跟他 有很肯欠的溝通 我們感謝他們的協助 但是我們也跟他說 因為我們金費有限 所以我們在補助方面呢 其實也只是象徵性的鼓勵的興趣 好OK 所以我建議喔 既然是象徵性的鼓勵 那為什麼不叫那個 嗆那個 譚德山那個 林威留學生 讓他組住一個 留學生團 留學生團 那一點有 這個語言也好 為什麼不讓他們 組住一個 就地取材啊 從那個歐洲裡面 找一些留學生去跟他嗆啊 這樣子不是更好嗎 他們可以對國家發聲啊 這是我們台灣的留學生 來為我們國家發聲 這不是更好嗎 為什麼一定要組那個先達團 然後要這個錢還沒辦法 包委員 其實這兩年齁有很多青年的學子 他們也參加了宣達的活動 那效果其實跟委員說的一樣 非常好 比較好嘛對不對 好 那我再來說口罩外交 口罩外交齁 最近齁口罩外交大家都很清楚嘛 一個是新加坡的一個二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德國 德國我們接了一千萬片 一百萬片 幾乎是歐洲的很多國家的家中 可是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到最後呢好事變壞事 口罩外交差一點又變成口罩外交戰 因為雙方的網友在互罵 我覺得這樣子好嗎 那德國的代表 究竟是怎麼處理事情 這個是不是要深刻的檢討 誰來主義說 要不要捐 要捐多少 還有是不是要有公開儀式 這個我們捐這個東西 我們台上位都知道我們捐這個東西要有公開儀式 為什麼 我們的外交館 館長進來沒有要求要公開儀式 還讓人家連台灣都不敢提起來 連台灣都不敢講 到最後有 到最後是因為我們的網友出征了 他們的駐台代表說 喔謝謝台灣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的外交人員沒有去做好這個事情 是不是要深刻檢討 請歐洲市回答 時間很快喔拜託 謝謝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在德國駐台代表處 他其實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 我們4月1號公佈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就已經在 表示 代表德國政府對我們表示感謝 那其實我們的儀式呢 在法蘭克福的時候 包括那個德國的友台協會 一個國會議員 一個國會議員不能代表政府喔 國會議員 我常常我在南輝 我在國會議員 在歐洲地區 找一個國會議員來造個像 這個很正常的喔 其實我們的物資從法蘭克福抵達以後 其實這些國會議員都是自己開車 走了五六百公里 從柏林 特別到法蘭克福去參加我們的儀式的 那是代表政府還是私人交情啊 我想請問這一個啊 代表德國政府 你確定代表德國政府 代表德國政府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他們的部長啊 怎麼會是國台 國台小組啊 這個我會覺得很奇怪喔 好 那我想最後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時間喔 我們捐給德國政府 沒有錯 口罩外交 我也很贊同 但是 我們是要行有餘力 結果我們不是行有餘力 你看看 我們的國軍連口罩 一個人一片都沒有 甚至我們的 僑委會 要了160萬片 只給5萬片 可是我沒有1000多萬片給外交 當然啦 外交應該是做的啦 可是應該是 國人優先 那我請問 請問一下 國人 留學生算不算國人 僑胞算不算國人 可是 那個 軍中兄弟 算不算你的國人 我們的國人 全都沒有一天一片 可是我們 竟然送給外國 這麼多 當然 外交我剛剛講的 外交是應該做的 可是我們 總統講過 國人優先 那國人我想請問一下 這一些是不是我們的國人 還有 我們 送到 100萬片到德國的外館 僑胞去問 他說 這個不是我的事情 這是僑委會的事情 可是僑委會只拿到5萬片 而且是非二等親才能使用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會二等親之內 那這些沒有二等親之內 去外館去問一下 連這個都給他 一下子就彈開說 這是僑委會的事情 我當然知道 僑委會的事情 可是我們的外交 難道沒有考慮到我們的國民嗎 第二 這個等一下馬上回答 第二個 西班牙有兩姐妹 他們為這件事情替我們國家爭光 可是我們的外館 我們的館長 陳館長 西班牙的陳館長 連一通電話都沒有 連一個關切都沒有 這種外交官 你不關心你的國民 這個叫做外交官嗎 雖然你是做外交 但是國民也是你的人民 為什麼連一通關切的電話都沒有 過去的幾個大使 過去的幾個代表 連從台灣都看到這個事情 都打電話過去關心了 可是我們住在地 連個電話都沒有 到4月17號我還確認過 這個太離譜了吧 我應該替他們講話 那你呢 你是不是應該檢討 你的外館人是不是應該檢討 大使連一通電話 代表連通電話都沒有 好 別忘了 別忘了 你雖然看到外交重要 但是也不能忘了你的國民 因為時間上沒有辦法讓你回答 但是我想請問你 蘇美回答 拜託你蘇美回答 你可以 拜交做得好 但是在外交之下 你還是記得你的國民 不要只看到天邊的場 忘了你腳邊的玫瑰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溫委員 那請外交部 就這一點 向委員 跟外圍這邊要提出說明 謝謝 好 下一個我們請 呂毅玲 呂委員 謝謝主席請 徐次長 你都已經在好位子了 我們請徐次長 次長 辛苦了 哪裡 今天頓目艦隊 染疫的情形 是絕非國防部 一個單位的事情 還有外交部 所以我想請問 許次長 外交部 國防部有沒有跟外交部 你說 染疫的人的名字 跟他們 在上岸 在柏柳上岸之後 在做哪些頓目的工作 有沒有跟你講 我請雅塞司司長回答 報告委員 那個 頓目艦隊 到我們柏柳區參訪 這個頓目的活動 我們事先都要做規劃的 所以他們每一個站 每一個點 我們都有掌握 我是問你 國防部 有沒有告訴你們 染疫的官兵的名字 跟他們頓目的工作性質 我們現在是24名 那第一批的三 都有沒有跟你講 已經講了 都跟你講 所以 你要趕快 去跟柏柳做溝通 他們登上他們的柏柳的領土的時候 做了哪些工作 接觸了哪些人 有沒有染疫 有沒有接觸的人感染的 這部分就是外交部您的工作 對不對 你們做了嗎 現在正在做了 正在做了 都在溝通了 這就是最重要的管道 本習之前問外交部的時候 外交部說 沒有 國防部沒有告訴我名字 你沒有告訴我工作性質 我怎麼去問 不要推脫 全民防疫 速度要快 趕快把這個破洞 把它補好來 這才能夠防堵 最重要的時間 這黃金時間 你們要趕快去了解 再來就是 柏柳說零確診 你們在柏柳應該非常了解 他的醫療設施 柏柳他本身 對他的國人 有沒有採檢 這都是個問題了 所以這個零確診 你們太輕忽 做成了誤判 才會讓我們的國軍 登上他們的領土 發生這種染疫的情形 讓我們今天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不敢說 到底這個染疫 是境內還是境外 都沒有辦法明確 我們哪一個案子 哪一個案 3637 397 396 398 這個三個案 沒辦法確定 境內境外 我們如何去防堵 外交部 趕快 柏柳已經建立這個篩檢能量 他們目前為止 新光醫院有沒有幫他們採檢 有有有 已經幫他們建立這個篩檢能量 他們已經做篩檢能量 我是說 新光醫院有沒有幫柏柳的人民抽個採檢 有沒有這個疫情的感染 已經採檢了30個 最高維人群已經做採檢了 這什麼時候採檢的 4月中旬開始的 4月中旬 我們的多目艦隊已經離航了 離開了 你才在採檢 對現在在採檢了 所以你是發生這個4月17號確診之後才採檢嗎 沒有沒有 還沒有發生之前就開始了 這個4月 4月幾號 10號左右就開始了 4月10號 為什麼4月10號才採檢 因為 4月1分以前不採檢 因為我們4月9號幫他建立這個能量 所以他4月10號開始採檢 所以 柏柳告訴我們 零確診就是騙我們的 所以他目前為止是零確診 你4月10號 可是我們多目艦隊 3月5號 3月15號離開的 3月15號 3月6號5號才過去的 3月12號到的 3月12號到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去採檢啊 你怎麼知道他零確診 但是之前是零確診 是因為之前他有個案例 他認為一次案例 他送到台灣來採檢 你不是說星空才去跟他們採檢嗎 才有這個設備 之前柏柳沒有這個設備啊 對但是他之前送到台灣來 他採檢送到台灣來 對他之前送到台灣來 他什麼時候採檢的 那個是3月初的時候 2月底下3月初有一例是送到台灣來 所以你們還是不清不楚 你說3月15號到柏柳的嗎 3月12號 3月12號到柏柳 對我們艦隊是3月12號到柏柳 3月12號到柏柳 那時候還沒有完全確定零確診啊 他們的採檢要送來台灣去檢驗啊 委員之前的話他是有疑似案例 但是送到台灣來這個篩檢了 那我們給他的篩檢的結果是零確診 是沒有案例的 是陰性的 趕快查清楚 我覺得我們去搏留這件事情啊 你們都要負責任 都要了解清楚 零確診才會去搏留 你這個東木艦隊出航 不只去一個國家 在我們的旅行往年的公務室 去好幾個國家 今年為什麼一定要去搏留 我們外交部 在國安會議的場景上 是不是有建議一定要去搏留 市區市長 這可能不是我們外交部決定 這個不是我們外交部決定啊 通常我們會建議這些有幫國家 他通常去南台大陸去好幾個國家 今年 對我們是配合 今年國安部就決定只去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只單純去一個國家 今天決定東木艦隊出航 並非國防部 我已經講了 這是國安層級去決定的 當初就有兩方的意見 要去不去的 而且很多國家都已經不去了 只決定去一個搏留 所以外交部 你們也有你們的權責 這件事情 你們也要好好的說清楚 禮拜三的專報 你們要到場 接下來本席還是要再問一下 有關現在我們世衛組織 唐德賽這個秘書長 在4月8號的時候 在記者會指控我們台灣民眾 在網路霸凌他三個月 在推算回去的時間 三個月我們還在忙巡集 沒有時間跟他有任何的互動 所以可能是他的控訴有點誤會 但是在究竟這個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不一樣了 因為是世衛組織 譚德賽在他的社群媒體裡面 就是說台灣人有很多去留言 而且包括新加坡的總理夫人何金女士 也有說許多的台灣人都有留言 針對譚德賽秘書長的不滿 跟表達一些意見 所以在網路上都有說 這個事情就等於是台灣人出征 請教外交部 您認為這個出征 會不會影響我們外交的一些所有的關係 這個我想我們的國民到網路上面去留言 當然是他們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外交部的立場還是主張就是說 根據科學的證據來講 有沒有影響 他們說是台灣人的出征 當然這個是言論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那有沒有影響 這個可能 譚德賽可能本來就是這樣認為吧 他有他既定的立場吧 那你認為我們該不該出征 五年外交部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的國人我們的民眾 我沒辦法替國人做這個判斷 說實話 其實我們是認為說 出征留言 只是一個國人 認為 這個事情必須要做一個表達 但是我們希望 外交部也可以去了解澄清 這事情的真偽 因為這留言是不是台灣的民眾 那至於說這個出征 在我們整個整體的民主的表現 我們國人留言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價值嗎 是不是就是台灣的價值 留言的內容很多樣 我想台灣還是有主流的民意 我們主流的民意 基本上還是比較合理的一種民意 應該合理 好 那在4月14號的時候 川普針對這件事件 這個全球染疫的情形 非常震怒 所以不再驚援了這個WHO 但是我們台灣每一年都有編列預算 也要來捐款給WHO 但是都被退回來了 請問 今年我們還會編織比預算嗎 包委員 這樣喔 那個關於這個捐款的問題喔 我們是保持開放的態度 我們有沒有編預算 我們總該知道吧 我們並沒有特別 每年都有編阿 我們並沒有特別為捐款WHO編列預算 是那9月份送進來就沒有自比預算了喔 沒有 好 那因為今天我們特別要針對這個NGO這個國際合作 來做一個討論喔 因為它都是非我們政府組織 幫我們協助了所有歐美國家 甚至東南亞或非洲國家 累積一些我們在國際上的聲量 也可以幫我們發聲 我們的能見度也都能夠提高 但是這個疫情已經發生了 我們是不是就要中斷這些活動 還是我們有別的方式要來繼續做呢 我想那個 只要是NGO繼續來跟我們申請 我們都會補助 現在很多NGO的做法是用視訊會議 或者是參加國際的視訊會議 當然這裡面就呂費就會省下來了 那但是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專家學者的出席費 其實市長我是覺得現在疫情在全球都在蔓延在發生 所以這些非政府組織也就可以再針對這個疫情來做一些協助 那尤其是您在3月27號還要跟另外5個非政府組織簽約嗎 是不是 已經3月27號已經簽好5個政府組織了 他們要怎麼做 有什麼做法可以做協助的 幫委員 我們3月27號有跟5個NGO簽約 他們做的是國外的合作計畫 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單向的出去 這次出去國外開會或是表演 不是他們是在國外比如說像阿彌陀佛公海協會 他們在非洲5個國家6個孤兒院 他們進行海外政體中文的教學 所以是整年企業計畫 所以基本上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 是最重要的我們請這5個非政府的組織 在國外做一些國際盟國的一些交流 要幫我們突破外交的困難 要有這個突破點好不好 是謝謝 謝謝 好謝謝李委員 請林常佐委員 主席我們請次長謝謝 請許次長 你好 市長早安 早 我想這幾天其實大家當然是對於這個 現在我們敦睦艦隊的這個事情有非常大的關心 然後站在外交部的這個權責的方面的話 我想應該有第一時間現在掌握帛琉方面的狀況 那以及跟這個帛琉方面的這個這個密切的討論 然後我想要先確定一下現在帛琉當地的現在輿情 以及他們政府對這個事情的反應是什麼 報告委員現在帛琉的這個政府都已經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透過這個疾管署還有透過這個我們住柏柳大使館跟柏柳的衛生部保持密切聯繫 我們他們如果要做這個篩檢我們會全力配合 是因為其實就如同剛剛其實那個李委員其實也有問到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從前面在協助他們 包括遠距的這個檢疫啦 然後到這個我們協助他們設置檢驗室 那所以我想在接著的這一波疫調裡面 我們應該都可以派上用場啦 應該至少我們對於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還不是完全確定是不是從柏柳那邊過來的嘛 其實有很多目前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 現在指揮中心也在做這個這個來源的這個調查啦 所以我們也不是完全可以確定 但是我想現在我們做的這個檢驗室應該可能就會派上用場 的確是因為還好我們有把一些設備運過去 他們可以在當地採檢 不然原來的話呢必須送回來星光檢測 現在他在當地就可以有這個採檢能量 那還好我們之前就已經有些支援的物資過去 那其他我們的友邦他其實也有一些公衛能量上面的不足啦 例如說我們非洲的史瓦蒂尼啦 然後中美洲的一些其他國家等等的 那所以他們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現在當然我們自己防疫需求的這些物資 我們以自己國內需求為主 那可以幫別人再幫助 但是其他這個不管是說像這個檢驗的這個能量啦 或是說包括整個這個防疫的這個流程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協助這些其他友邦的這些工作上面不知道說我們現在進行的如何 好我是不是請負責業務的司長 好麻煩拉美斯跟亞菲斯 大陸你先 怎麼協助方交國建立防疫 主席委員 主席委員 我們在拉美有六個EA的計劃 所以在這個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地的計劃的人員 經理跟計師就已經開始針對這個疫情的做一些宣導跟防疫的這個協助 在這個有關於提升他們的能量方面 我們除了提供他們的經驗之外 我們跟國內大概六七所這個醫院 也跟我們各個邦交國進行了這個視訊會議分享我們的防疫的措施 我們也跟中美洲統合體秘書處一起合作 跟中美洲統合體八個會員國也舉辦了一個聯合的這個經驗的分享 效果非常的有大概八十多個官員 從部長到總市長等等的官員 做有這個相關的這個經驗的交流 另外就是在物資方面 我們就是我們所可以提供的 不但無論是就地可以能夠採購 或者是我們從國內陸續送出去的這個口罩 也是我們目前在進行的工作 謝謝 主席委員好 在非洲地區我們有史瓦定義這樣一個邦交國 長期以來我們跟史瓦定義都有很密切的醫療合作 我們在那個地方有以北伊為主的一個醫療團隊 那在這次的疫情爆發以來 我們這個當地的醫療團隊 就除了提供這個他們的政府單位 住在史瓦定義的外交單位 還有我們那個台商台橋的這些組織提供這樣子 檢疫防疫基本的那個防疫措施的那個獎息以外 那另外在這個捐贈防疫物資方面 那除了這個我們現在準備 就已經送過去的六萬個口罩以外 那在住館那邊也在當地採購了大概將近兩萬件的 比如包括防護衣啊那個鞋子帽子 還有那個手套這些防疫物資 還有防疫者那個藥用酒精等等 然後另外我們也規劃就是說 是要送這個所謂的人體的熱像顯示儀 大概13個要送過去給那個史瓦定義 另外史瓦定義也跟我們提出來就是 希望我們能夠也派一些人能夠過去協助他們 那這些我們都在規劃進行中 謝謝 好我想因為帛琉的事情以後 其實我想很多國人也都有發現說 我們在從三月以來對他們做的一些協助 這些協助不只是物資的輸出 那包括對這些友邦上面 整個檢疫的這個流程上面的協助 跟能量上面的協助 我想這個應該都是我們可以繼續 在國際社會裡面讓這個國際社會知道 我們做的這些努力 然後另外一塊我覺得這個外交部 可能要開始準備了 就是說其實中國過去這幾個禮拜以來 不只是說對台灣的這個文工武賀 軍機軍艦的繞台以外 其實他對於整個他周邊的一些爭議地區 他自己的一些作為也增加了 包括在4月18號 中國民政局他進一步公告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他就已經設了這個三沙市 就是針對這個南海的部分 設了一個三沙市 然後4月18號他增設了現級的西沙區跟南沙區 那也都成立了區政府 那在4月19號的時候 中國的民政局又公告新一批 南海島礁以及海底地物的命名 這是1983年之後 他其實已經很久沒有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現在又做新一波的這個命名 包括25個島礁跟55個隱沒在海底下的海底地物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他對於南海的這一些動作 其實是最近其實又更密集的開始顯示 他對於南海的這邊的一些主張 那台灣這邊我們當然不可能 我是完全反對我們去承襲過去 什麼11段線、10段線、9段線的對這個南海的這些主張 但是我們一直也都沒有去畫這個領海基線 領海基線當然不是外交部的這個工作 但是我希望說徐市長是不是可以準備一份東西 請外交部要開始研你 因為我們除了真正的戰爭、外交戰以外 我覺得國際上面的法律戰也很重要 我們如果沒有畫領海基線 這個我在日前在諮詢國防部的時候也有提到的 我們連金門馬祖都沒有畫 那只有設定這個禁止海域、限制海域等等的這些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法律戰 真正的發生了 他在軍艦在我們的這一些海域進出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法律戰上面 我們能夠怎麼樣站得住腳 我覺得這就是外交部應該要的責任 是不是可以請這個次長這邊請 外交部這邊援你一份可能會有的這個工作 這個法律戰上面可以有的這個回應 是我們會請我們調法師來準備這樣一份 好 因為我想這個部分中國最近的這個動作評評啦 那我們不能輕忽 那我們當然不希望發生這個令人遺憾的一些事情 但是至少法律戰上面我們可以做的這些準備 應該要事先先來做準備 謝謝王子 謝謝 謝謝 請蔡思英委員 感謝主席能不能請次長就備巡台 請徐次長 然後也請亞東太平洋師師長也一起 無これは 社長我先跟磊師您確認一下 就是說關於這一次我們敦目艦隊到帛琉訪問 然後回來 intéressant 還是現在不曉得乾 refusesis 所以 dealers association在哪裡 但因為帛琉是台灣綜號的友好國家嘛 好 架琉在很多公開的場合也表示支持台灣 剛才社長有提到說我們對於帛琉的醫療合作的部分 我們有送了一批設備到了帛琉 那是設備含醫護人員還是只有設備而已 設備含醫護人員 有多少醫護人員目前駐紮在帛琉 目前我們是有個醫療的這個叫做協調人 那個我們有送設備過去的時候 我們送兩個醫工人員去幫他們建置起來 然後訓練他們的人員 所以完了之後還是由他們自己來篩檢就對了 我會建議這件事情 就是說任何事情都不可以等閒四肢 那如果我們就是帛琉重要的友邦 我認為在這件事情過程當中 外交部可以主動協調衛福部 或者是我們的合作單位是新光醫院對不對 跟帛琉這邊來聯繫 有沒有可能我們就派一個醫療團來協助帛琉 幫忙他們來篩檢到底有沒有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是為帛琉好還是為我們好啦 就是展現我們國際醫療合作這樣的一個精神 如果我們就幫忙他加強做篩檢的情形 也確實都是零確診的話 那其實回過可以了解整個敦牧艦隊的感染源 就不是在帛琉 是在其他地方 那我們國內要另外深置檢討 那如果因此來發現他們所謂的 醫療的黑術存在的話 我們可以來幫助帛琉政府盡速來協助 我覺得這是一舉數得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外交部就這個部分 我就可以在這個時候展現出我們的一個 協助友幫最重要一件事情 可以嗎 我們向衛福部來協調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再來我想問一下 我們現在捐贈許多的口罩到全球各個重要的國家 我們的友好國家 到今天為止我們總共捐贈了多少口罩 出發已經送出去的 一千萬是一千萬 你們有做統計吧 第一波是一千萬 對啦 已經出國門的 第二波是六百萬 第二波還在處理 好 第一波已經出去了嘛 第二波還沒出去嘛對不對 六百萬還在處理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一些捐贈的口罩有沒有是付費行為的 沒有沒有沒有 全都是捐贈 是 那有沒有這一些受捐贈的國家 有希望我們是國內的哪一家口罩廠生產的 捐贈的沒有 捐贈沒有 回去沒有 我的意思說我們出口到國外就只有捐贈 有有有付費的嗎 沒有沒有付費 這是我們外交部捐贈的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說你們回去查清楚一下 有沒有所謂的 有有些國家他們想購買 好 他們想購買 有可以購買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就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想購買可是不能購買 我的意思就是說因為這一波 我們都是用捐贈的嘛對不對 是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芬蘭政府說 他們希望可以購買口罩嗎 我的意思說 如果外國政府 表達希望購買口罩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有沒有接到資訊 我們有做後續的處理沒有 我們有接到資訊 但是我們跟他講說我們現在口罩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賣 可以去想一下 為什麼不能賣 因為現在指揮中心是管制 我知道 我的意思說你捐贈都 我講是官方的部分嘛 因為是國際合作 然後另外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一些捐贈的口罩 最後的費用由誰來買單 是我們外交部編這預算吧 你們編哪一筆預算 適合再跟我講一下 是是 好 那我要問的問題 另外國際組織參與的部分 是 你們的網頁啊 國際組織 都還沒更新耶 這怎麼處理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還是有更新了 APEC 報委員 如果您是指APEC領袖會議的照片的話 是 我們會回去檢視一下 那如果您是指APEC領袖會議的話 去年是因為主犯國智利 它是國內的問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主犯 這個國際會議組織現狀裡面 我們的專業啦 還在2018年APEC領袖會議 專業的主業還在放這一頁 我的意思說我們一年多來 我們沒有任何重要的國際組織的活動參與嗎 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是是 我去了解一下 是 另外就是說我們有參與正式的會員組織 加起來59個嘛對不對 是 那 我們去年整個年度的參與狀況 我為什麼這樣問的原因是在這裡 來 這個是你們出席會議的列表啦 2019年我幫你調查一下 有37場的國際會議 其中14場跟APEC有關 那我就說那另外的 這麼多的國際組織 我們有參與的 它一整年都沒有活動嗎 不會吧 還是我們都 沒把它放在我們的網頁上面 報員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大部分呈現的是外交部有參與的部分 那其實 我們很多 專業性的國際組織 都是由國內相關的主政 那我就要問你嘛 裡面有個大西洋鮪魚 保育委員會 國際民業諮詢委員會 是 網際網路 這當然主辦單位都不是外交部啊 要嘛就是NCC 要嘛就是農委會 不是嗎 但是他們 你們隨同參加嘛對不對 對 他們有 我的意思 我的說 你自己就列了說 我們有59個 我們正式參與的 就是外交部列管的國際組織啊 不是嗎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59個國際組織你回去查一下 是去年一整年就只有其中幾個單位有活動 有那麼多單位都沒活動嗎 有大可能吧 抱怨 我們回去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好不好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看你們寫的都是寫APEC啊 然後另外呢 WTO 我也沒看到上面有寫啊 WTO是不是我們在參加的重要團體 是吧 還是WTO的部分不會放在出席國際會議的情形 報委員 WTO當然是我們現在的重要的一個國際主持 那這兩年 參與WTO的活動 應該蠻多的吧 對不對 對啊 你怎麼都沒列上去 那相關的資料 這個我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連 什麼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國際民業諮詢委會 你都列上去了 你WTO為什麼不列 我覺得蠻奇怪的 我們回去 市長你有沒有覺得你們這邊有螺絲鬆掉的情形 好 然後另外你看喔 我還看到你們有參加國際民航組織跟世界衛生大會 那我想問一下 這是外交部主管的嗎 是嗎 市長 這不是 這兩個也不是嘛 但你都把它放上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放的參與國際組織很奇怪啊 有些該放的沒放 啊有些 我覺得我怎麼覺得你們就把它放上去 而且我講的意思吧 因為這兩個是我們希望參與還沒參與的嘛 對不對 但我的意思說 我剛剛就講 你有我們現在已經有正式參與了59個 可是有很多的國際參與的組織 你從頭到尾都沒列上去過啊 我幾乎都沒有看過他有參與 到底辦了什麼活動 或者我們參與了什麼活動 那這就是外交部在做這方面我覺得資訊上有問題啊 對不對 報員 其實您提到WHA跟IQO大會 外交部這邊都有積極配合主政單位 我了解嘛 因為剛才你不是告訴我說 你們只列你們主要參加的活動 我們列外交部主要有參與 對啊 對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你有59個是外交部我們有列為國際主持正式會員的單位嘛 但是有許多單位我都沒看到外交部把它列上去我們參與什麼活動啊 你了解我講的意思吧 那你剛才就把這些叫刪掉 表示跟外交部無關了啊 你居然把它列上去 那你又說他的活動跟你無關 你不是覺得很矛盾 報員 是因為有些專業性的國際組織 他我們國內主政單位在參與的時候呢 他們並覺得可能沒有需要外交部同行協助 他們因為是很專業的 所以他們並沒有邀請 或者是請外交部這邊派員來參團 那了解一下吧 了解一下 我們會了解 是 那我想再問一下 這個 等一下 最後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去年這個APEC峰會因為取消嘛對不對 好 那 2020 馬來西亞主辦沒錯吧對不對 那先前會不會有什麼 先前的前置會議已經開始召開了沒有 還是因為疫情關係都取消了 其實最近APEC相認會議全部取消 全部取消 那你收到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的通知什麼時候要開 你們理解到的 其實最近都不敢說 還不曉得 好最後我再問最後兩個問題就好了 第一個我們去去年前年以前 每年的會會都會交 對啊那你們給我的資料 你們為什麼寫沒有啊 外交部過去三年捐助國際組織情形 你們給我一個資料 你們寫的哪些 你是國主司的資料 這個WTO在國經司 可能國經司資料再提供給你 那我是跟外交部要啊 我覺得蠻神奇的 你們給的我誰 APEC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亞洲蔬菜世界蔬菜中心 亞洲生產力組織 國際稻米研究所 亞非農村發展組織 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還有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你們給的我這些資料說 你們有交錢的啦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報委員 我們市長剛剛說到 那個是國主司的部分 很抱歉 是 再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蔡委員 我們現在請趙天林 趙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次長 好 謝謝請次長 位置好 次長好 這一次整個敦目艦隊出包 那 跟外交部有關 當然就是帛琉的情況 那我們身為高雄的 又是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實在是心裡 又惶恐 又憤怒 又覺得說 好不容易這樣子 大家 把防疫做得那麼仔細 結果在這個地方 出了這個漏洞 所以以下的質詢 我們要好好的來 大家討論一下 你看照片裡面 我們看到整個 那個帛琉 康力艦 敦目艦隊的訪問 這個帛琉 那裡面正中間 是我們的大使 然後旁邊是我們的軍方 然後那邊是他們政界的人士 那沒有一個人戴口罩 所以請教一下 第一個問題 大使現在還好嗎 我們所有的館團同仁都非常好 你怎麼知道非常好 目前都很好 都沒有 你怎麼知道非常好 目前他們沒有 他們也都說軍方 船艦上的都很好 後來都不好 你們是有檢測還怎麼樣 我們現在在那邊有這個檢測能力 我知道 大使跟管方人員有沒有去做檢測 他們今天或明天會做檢測 第一批都做檢測 為什麼到今天到明天 新聞都已經燒了好幾天 全台灣人心惶惶了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忙 因為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禮拜天休息 那他們有沒有自主健康管理有沒有怎麼樣 不知道 好 那這個我們真的很擔心 就是說 那 對方的總統他們怎麼樣 他們官方現在的情形又如何 他們都完全知道 我們這個 在第一時間就已經告訴他們 總統跟這個衛生部長 OK 對 但他們有沒有篩檢我們也不曉得 柏柳的衛生部今天會開始規劃這方面的事情 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們已經有知道這樣的一個情形了嘛 那我們 4月15號有在當地設一個檢驗室對不對 我們4月9號就幫他們建置了 對 所以9號就建置了 那已經開始運作了嗎 是 到目前為止 這個做30幾例的 篩檢 對於他高尾人群就是 他的這個醫療 醫護人員 海關人員 跟警察 做了 目前都是零確診 OK 那那個 那 因為曾經有跟我們的軍方 接觸到的這些人 可不可以 拜託他們也檢測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哪裡 感染源嘛 是 我個人那麼棚留很有可能嘛 就是說 指揮中心是為了 外邦誼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啦 他只講得很保守 可是 那裡現在是我們唯一 最確切可以了解的嘛 你不能把我們現在高雄 包括各大商場什麼 大家現在人性紅紅 全部都關的關 消毒的消毒 結果你帛琉那邊 還可以過一個週末 也不檢測 現在情況是如何 然後你們在那邊 量誰量誰 我們是很著急耶 所以就是 我直接先問好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 現在帛琉總共是多少人啊 帛琉人口是2萬人 對 不是太多嘛 我們有沒有可能乾脆建議 他們如果在他們國家同意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斧塞的可能性啊 就是說 既然他們 我們曾經有疑問 會不會是他們因為檢驗能力的比較不足 所以可能搞不好有確診 不太了解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設了實驗室 你可以分批沒關係啊 你說你先從醫護警察 那我建議啊 就是他們的 有跟我們接觸到的這些官員 也應該列為最高危險群 去做檢測 然後之後分批 針對他們的人民在做檢測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現在做這個規劃 有在做規劃就對了 你說的規劃是什麼意思 我剛講的是 因為他現在 他的這個檢測能力 我們新冠醫院幫他做了 建制以後 他事實上有一千多人的這檢測能力 他現在已經在開始 要 今天在做啦 今天 開始要做規劃去這樣子做 就是按照委員這樣講 去 我不能講全面啦 那我們會來規劃怎麼樣 跟國流政府來配合 做更大規模的這個檢測 好 那我的具體建議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們曾經跟我們接觸到的官員 我們積極的建議 他們應該先做 篩檢 因為這個是保護他們 保護我們自己嘛 這個沒有任何不好的意思 就是這個 然後你說有一千 一千左右的這個能力 那事實上 不到一個月 其實搞不好就可以 可以俯賽完成 我覺得 既然你們剛剛講有這樣的規劃 我們就建議他們積極進行 我們對柏柳的幫 也是很感謝他們支持台灣 支持中華民國 所以 我們沒有任何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才幫他設 檢驗 站嘛 所以既然有這個功能 我們建議就積極處理 那我們進一步 就是說 梅加速副司令 他有曾經提到說 跟官方做了協商 所以在官司拜會 與體育表演活動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 這是外交部的要求 還是國防部的要求 這個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 艦隊 跟 我們大使館 商量的結果 OK 就是大家溝通過以後 共同的決定 對 本部都沒有做特別的要求 好 那指揮中心的社交距離 有沒有外交貨民權 我的意思好 講白話一點 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去討論 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指揮中心 就是告訴你要做 社交距離 有做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口罩的這個建議 結果我們到海外去 你們可以 軍方跟外交使館 你們討論說 愛戴不戴 什麼時候可戴 什麼時候可不戴 這個事情會不會 因為我現在 講的這東西 會有一點嚴格 但問題就是說 就是因為這個破口 導致我們現在 大家全面 大家人心惶惶 所以我們回來檢討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這個情況 如果在那裡會發生 你們現在在 全世界各地的情況 也可能會發生 所以 是不是可以 再通靈一下外觀 就是 遵照指揮中心的律定 去做 這樣可以嗎 是 我們回去 會去這樣做 謝謝 好 那再來 這一題就要到一段落了 那我們要問的是 WHO跟WHA的問題 我們現在當然全世界都對台灣很支持 是 但是就是說 WHA這一次被受邀去參加的可能性 你們有沒有評估現在高不高呢 不要抱怨 坦白說 不高 不高 好 是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到最後一刻 OKOK 那曾經有人在提到說 也擔心 你剛剛是評估不高 那也有人擔心說 如果即便受邀 會不會一次性的 就是在中國統一的情況下 一中原則的情況下 然後一次性的參加以後 再也沒有機會 曾經有這樣的討論過嗎 其實 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但是我們基本的原則是 一定要符合 自主 尊嚴 這兩項是大前提 了解 不過剛才照您的回答 就是說 即便有這個大前提 但是都還沒有觸及到這個大前提 但是你們仍然認為 這一次受邀的可能性 是比較小的 其實綜合研判 機率是很小 但是 可以跟委員報告 在幕後 我們的國際友人 一直很積極的 幫我們在進洽 了解 那你看美國的 我想川普總統都已經表態那麼明確 而且他事實上就已經都撤圍了 他或暫停了他們的捐款 可是他們雖然暫停了捐款 或者是撤回了捐款 但是中國馬上投入 他最近又投入了數億元的這個補助 所以看來就是說 中國的首勢絕對身在WHO 以及他們的大會是不會停了 那 你剛才講的理念相近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 對我們會有很多的支持 可是這樣的僵局 有任何突破的可能性嗎 我們正在密切的觀察 好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以前都是由我們的友邦 來提出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提案跟建議 這次有沒有可能直接美國就對台灣提出說我們主張台灣要加入 參加WHA 希望終究有一些突破 好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 市長 好 我們請 許市長 國主司的市長 還有請國主司司長 陳市長 陳市長 委員好 市長好 這個 剛剛 剛剛要委員提到WHA的參與的問題 剛剛是說機會不大對不對 這是你們的評估嗎 有肯定嗎 有確定嗎 報員是 機會不大 但是我們繼續努力 會一直爭取到最後一刻 那跟去年的答案也都差不多 那我們也幾年沒有參與了 那今年剛好遇到這個疫情的關係 當然我們在國際上 被其他國家 認同我們在防疫上面的表現跟努力 這個是 有事實存在的 那也因為這樣其實很多的國家都覺得台灣不應該被 被排除在整個國際的防疫體系 或者是公衛的合作上面 包括參與WHO 或WHA 那但是呢 最近美國總統川普的一些作為 我不曉得外交部怎麼看 他已經指示美國的行政團隊暫停 資助WHO 當然這個引起了不同的反應 對於其他的主要國家 像是歐盟 或者是G7 甚至包括日本等等 他基本上並不支持美國這個做法 所以這裡面凸顯了兩邊 就美國跟其他國家 不只在WHO 在整個國際組織 我們現在討論的一個重點 國際組織這件事情上面 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我們整個國家親美的外交政策底下 當美國總統川普 採取一系列的孤立主義 單邊主義的做法的時候 我請問 我們要追求參與多邊主義 組織的台灣 叫中華民國 我們的外交策略要怎麼辦 因為在目前的民進黨的政策裡面 外交政策顯然是比較偏向是選邊站的做法 但是選邊站的做法底下 川普總統的這一些在外交上面的 尤其對於國際組織 多邊主義的排斥 甚至美國優先的大旗底下 他必須採取這樣的做法 那我們的外交政策呢 這中文是有衝突的 我們都極力維持最好的關係 所以在 川普的暫停資助 WHO以及之前退出聯合國相關多邊組織的這種做法底下 我們會支持嗎 我們會支持他這樣的做法嗎 外交部的立場是什麼 這個無所謂支持或不支持 因為這是美國的政策 我們不予評論 我們本身的政策就是 我們認為台灣必須加入WHO 應該讓我們參加WHO 我們不應該讓全球的防疫系統有任何波動 我想這個是全球一致的立場 為什麼我認為說這中間有某種程度的相關聯性 其他的國際組織當然在當下我們或許看不出來 可是WHO這件事情上面很顯然的 台灣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底下 台灣是在WHO這件事情上面 尤其是川普的講話裡面 常常會拿台灣來作為他 不管是在對於WHO的不滿 還有對中國導致不滿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常常是被拿出來講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們基本上我們想要參與一個多邊組織 但是呢 跟美國的政策之間又出現了一些矛盾 所以我們到底怎麼樣去突破 而且這裡面又是要一個更大的架構問題 當川普的政策是不斷的退出多邊組織 可是中國大陸北京的做法 是不斷的積極去參與這些國際組織 這些國際組織為什麼我們現在越來越難參與 一方面當然這個跟美國單邊主義有關係 二方面中國大陸積極經營更有關係 所以市長你知道現在這些重要的國際組織 有多少的秘書長都是對岸的人在擔任嗎 六個 你有沒有統治過 有四個 只有四個嗎 聯合國的 聯合國體系有四個 聯合國體系的專門機構 目前有四個秘書長或是幹事長是由中國集合人士擔任 如果你再加上一些副手的其實不值 如果再加上一些財經的組織那可能都不值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講的是一個整個大的結構性的變化問題 我們不能只局限在這種單點上面 來認為說我們外交上好像 因為美國的一些講話或者做法 我們得到了國際的曝光 可是在整個大戰略上面我們毫無進展 我們甚至更加困難 所以你的外交靈活 外交政策靈不靈活在這邊就看得出來 你說什麼說 報委員 這樣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對美國對我們國際參與的一貫堅定支持 我們非常感謝 但是委員也非常清楚 各國在國際上的作為都有他們自己的考量 當然都有自己考量 那我們這邊能夠堅持的是 我們在推動國際參與的時候 我們一向秉持的原則是專業務實有貢獻 這一點是美國跟其他理念相近國家都可以支持 也都贊同的 我想委員應該也注意到 今年各國 國際社會 對我們參與WHA的聲音 聲量是比往年都要大 你不要再重複這些 我已經聽很多了 我的意思是說 照理講 如果依我們今年的防疫表現 還有外交部做很多口罩外交 那是不是應該參與WHA的機會更大呢 對不對 那美國講得很大聲啊 安倍也出來講了啊 支持你有意義的參與啊 那為什麼市長的答案是說 機會不大 斬釘節節的講機會不大 支持我們的聲音越來越大 但是是不是能夠參與這本身要進入到WHA本身內部的一個政治上的角力 不是 所以這就是很矛盾了嘛 對不對 照理講 你在外交上面 有這麼多 也得到了這麼多的支持 聲音這麼大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轉化為從我們實際參與的機會咧 這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那我們透過這一次 那你認為要累積到什麼程度 就逐漸累積 我們一直在努力啊 我們不會放棄的 這種話當然很容易講 可是在外交上我們要看的是成果 要看的是突破 但是這一次 畢竟我們曾經也參與過 WHA我們也曾經參與過 那所以大家認為說 那有沒有可能 你最起碼也回到過去 這種有意義的參與嘛 你們自己也講嘛 對不對 但是 你今天在這邊 我們問了老半天 你也只能講說 我們努力到最後一刻 那每一年的 這個時候 你們都是講努力到最後一刻啊 那今年整個環境這樣子的 你還是努力到最後一刻 那到底Point是在哪裡 問題是在哪裡 為什麼外部聲量這麼大 支持力道這麼強 口罩外交做這麼多 然後 到最後WHA開會之前 我們的外交部還是只能講 我們會努力到最後一刻 但是機會不大 這個聽起來是非常諷刺的啦 市長 我們希望我們這些 外交上的努力 能夠最後化為一個實際 具體國人所期待的一個成果嗎 不是嗎 對不對 否則 你知道嗎 我們有多少的僑胞 跟這些 喬外的這些 我們的國民留學生 大家都一直在講說 我們可以送這麼多口罩給其他國家 為什麼不來救救我們這些在海外的僑民 海外的留學生 我們真的接到很多 只是不願意出來講 因為我們覺得說 既然你政府 認為在這個當下 需要 透過這個來做外交 我們也沒有反對 但是希望你外交上做出成果 不要說 你犧牲了這些我們僑民的照顧 就外交上也沒有成果 對不對 甚至這兩天有人在講 你昨天這些 這個部隊的事情 我們之前就不斷的提醒 一天一點幾萬個口罩怎麼夠 一直到4月18號才改成 每天每一個官兵可以有一個口罩 我們18萬多的這些官兵 現在才有 那大家就想說 那你之前送的那麼多出去 1600萬個 可以讓我們的國軍 有超過80天以上 每天都有一個口罩 這人家是會比較的 所以 這一些你採取的動作跟作為 最後大家想要看的是 那成果跟績效是什麼 而不是說 欸跟大家講 我把聲音做得很大就算了 那最後是 實際的參與是什麼 尤其這個國際組織 所以我剛剛一直提醒次 整個大的環境的改變 你也必須看到 否則 我們只是在單點上面 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在那一點打轉的時候 我們沒有單點努力 我們多方努力 我們絕對沒有單點努力 我們面臨的困難是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我們所要參與的那幾個主要的國際組織 現在幾乎都是北京派任的秘書長 這才是問題 然後再加上 如果說 美國 大家認為是外交上最支持我們的 可是 川普的政策是單邊主義 是孤立主義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 所以你可能要採取 要想要另一套做法 否則我們真的難度過 謝謝 好 謝謝江主席 接著我們請羅智政、羅委員 那我們等一下在王定宇、王委員 之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主席 麻煩請外交部徐市長 還有亞太斯、葛市長 我現在要 你好 上長 我還是先問一下那個柏柳的案子 因為不曉得是從柏柳感染上傳 還是我們第一波有人去柏柳 然後回來之後 第二波第三波的問題 所以從料底從寬的角度來講 我先問一下 我先問一下 我們現在在柏柳的代表處 這個大使館 那個大使有沒有自我管理 隔離、檢疫 還是 就沒當作一回事 因為這事情是前天才知道的 我們會 不是 已經前天知道了 現在到底 我們對大使館的要求是什麼 因為他們到當地之後 是大使館全程接待嘛 對 有接觸這些人嗎 對 這些人現在有沒有自我隔離 自主 出主管理 隔離、檢疫還是什麼 還是都沒有 還沒有動作 自主 現在我想請他們趕快這個 不是你想 我們外交部有沒有指針過去 他們今天會做這個篩檢 不是 第一時間指揮中心有沒有給外交部指示 要他們做什麼 顯然是沒有啊 外交部有沒有給他們指示做什麼 也顯然是沒有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怎麼辦 我們大使有沒有染疫的可能性 至少沒有自主健康管理 這個是我們會要求 這是你現在跟我講的 是 這兩天都沒有動作耶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帶地感染嘛 然後帶回來 還是我們阿兵哥搞不好一上傳就有 只是他沒有 沒有發病 然後到了當地染給別人也有可能啊 是 所以我們的大使跟這些官兵有非常密切的接觸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 因應的動作 這就是我們慢慢拍的地方 是 趕快請示一下指揮中心 是 因為他們有專業 是 告訴我們對於第一線的外管同仁 到底應該給他們什麼指示 好不好 是自主管理 檢疫 還是要篩檢 我不知道 但是這要專業 請外交部趕快動起來 好 因為現在不能假定就是說當地染上來的 有很多種可能性存在 所以 篩檢我們已經安排了 對啊 但是就是說到底這些人 除了篩檢之外 他要不要自主管理嘛 要不要檢疫嘛 要不要隔離嘛 我們柏里有多少管員 管長管管員多少人 我們現在管團大概十一十二個人 十一二個人嘛 那萬一需要檢疫 或者是隔離 那會不會就停擺了 分批什麼 那我們就請他們做 我們有一個 我們現在有一個規定 我們就按照規定辦理 好吧 那就趕快你們應變計畫 把它端上檯面了 好不好 回到今天的主題 坦白講 本席對今天的報告不是很滿意 既看不到宏觀的東西 也看不到 該告訴我們 細節的部分 那哈普通通就把外交部推動六個面向 做了說明 什麼人道慈善啊 富權啊 等等一大堆的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來看的話 那個 NGO委員會執行長 你們的 我只講補助的部分就好了 是 先不談整個大的計劃 補助的部分有照這六個面向在做嗎 基本上是有的 有嗎 有 你們去年一整年補助就都是哪一部分 藝文團體 對啊 藝文團體 然後再來就是體育 體育類啊 對沒錯 光藝文 體育就佔了將近五成 對 所有的補助案 可是回到你們上一頁 人道慈善 富權 永續 民主人權 智庫論是你的重點啊 可是你最多補助是藝文表演啊 包圍 那個是因為藝文團體的數量很多 不是 那個委員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的報告裡面 不僅是包含NGO國際事務會的業務 還有包括其他 我知道我知道 我現在講就是說 我只舉其中一個指標嘛 因為你做的事情很多啦 包括民主基金會啊等等都有嘛 是 我現在只講說 光是NGO補助的部分 藝文團體佔了兩成七啊 是 沒有錯 那當然申請的多我就給多 是這樣子嗎 來說你有一個總體目標 所以我重點就放在 比方說人道醫療 慈善 國際社會服務 所以我留了一定的擴大 就是一定會給 這些相關團體 包圍 其實我們是有設定目標 比如說我們今年是設定的是 婦女婦權的部分 是我們的主題 所以說即使您看到說 為什麼藝文團體補助很多 但是我們有固定的這個擴大 你婦女婦權去你比較多啦 大概17%左右 所以我們事實上 我們也是設定目標 那今年我們第一次做的就是 婦女婦權的部分 對 我現在講就是說 你們不能告訴我說 因為他們申請團體多 所以比例比較多一點 不是這樣子 是由政策指導我們補助的重點 方向 哪些團體等等 市長這樣同意吧 同意跟我您報告一下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這些 譬如說婦女婦權 我們還有補助以外 其他的專門規劃相關活動 譬如說要去這個 委辦嘛 委辦的方式啦 或者說等等嘛 會會凸顯他的重要性 那一部分你們要 提出一些報告出來 因為你這個都是用個案 個案說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我舉個例子好了 OK NGO我們有沒有一個大的 一個戰略跟策略 目標要做什麼 那個市長或者 其實呢 不瞞委員說我來了以後 我的確有在調整這個事情 好那告訴我 你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主要 整個NGO到底要做什麼 主要是要協助我們正 就是主要的外交活動 從NGO測移來擴大它的效果 好 這個具體的目標 譬如說這個 UN的參與 WHO的參與 好 我就要問了 所以有這個部分 我就要問 跟UN有關的NGO活動有多少 我們給了多少的活動 補助協助訓練 跟WHO有關的有多少 補助協助訓練 或者說跟相關的醫療專業團體 我們給了多少的協助 這才是重點沒錯吧 是 可是 報告裡面完全沒這個東西 這樣理解我意思吧 對 具體目標之後 才有後續我們KPI的東西 是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心不希望爭取一些NGO 由我們能去當幹部 就這麼簡單 這個我們也在做 現在有多少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們現有的資料 不論是專業團體 或是一般NGO 人道什麼 有多少你掌握台灣人在裡面幹事長 秘書長 包委員 我現在所掌握到 有擔任會長或是理事部分 差不多有十位以上 只有嗎 是亞太的還是全球的 目前我知道這是全球部分 但是有些資料 他沒有給我們 我們現在還在會程當中 這就是你們要去收集 跟整理的嗎 我們沒在做這個工作 世界社會司公會理事長 是我們台灣知道嗎 沒錯 亞太還有一大堆這種組織 對 沒錯吧 所以外交部應該做這個東西 我再舉個例子 目標可以很多具體 比方說我們就是目標 希望培養一些 一些NGO 我們裡面當秘書長 當主席 當什麼的對不對 然後目標之後 開始培養這些人 好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希望爭取NGO 在台灣設總部 希望 好有幾個 這幾年有爭取成效的 總部很少 主要是那個 無國界 無疆界國際 無疆界記者組織吧 它是亞太的 對吧 對 還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 或是我們主動想爭取來 然後他曾經評估過 後來不可行 還是說連想都沒有想 他們是要在台灣設branch了 這個很多 有誰 有一些在進行 我再跟委員報告 但是這裡面 也跟委員報告 有一些法規上的困難 你們要去檢討啊 我再檢討 我再檢討 比方說以前 台中想爭取一個INGO的中心 好 希望把國際區域的一些國際組織 設在台灣當headquarters 是是是 那法規上什麼問題 是稅的問題 還是什麼身份工作簽證的問題 什麼 你要提出來解決啊 我正在研究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執政那麼久了 坦白講 該有結論了 開始要行動了 不是還在研究 不是研究了 我有在準備了 好 我現在講就是說你目標清楚 是 我再舉個例子 目標可以再一個清楚 我們希望多少 國際性的大會在台灣舉辦 NGO 國際性大會 像我剛才報告的裡面 像婦女去年就兩個 然後那個永續發展的也有 沒有我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不再強調那個 goal 目標 當然說好 我現在鼓勵台灣的NGO 爭取在台灣辦國際年會 只要你有這個目標達成的 我外交部願意怎麼樣幫你 這樣才有目標嘛 這其實我們有在做啊 再告訴我那幾個 像你剛才講那幾個之外 FIDH去年那個國際人權的 然後婦女庇護的 立新婦女庇護的 還有那個PASIVA 然後還有那個永續發展的 你把那個去年一整年 在台灣由NGO主辦 不是外交部主辦 由台灣NGO所主辦的 國際會議在活動 還有未來一年 我們爭取到的 明年最大一個就是什麼 福人社 國際福人社 2011世界年會 數十萬人會來台灣 當然會不會受引擎影響 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說 很具體的一個做法跟目標 好不好 我再一個 你蠻多資料該給的 都沒有去整理啦 我舉個例子 全民外交演習 是不是我們外交部很重要的工作 是 是賠利嘛 是 你要讓我們的NGO 有這個capacity building 所以我們辦了很多這個會議嘛 這個去年辦了多少班 知不知道 外交事務學院也沒來 還是外交部知不知道 外交學院的今天沒有來 今天沒有來 至少也不知道你去年辦了多少班 這個我現在數字說不出來 我跟你講啦 是 你們去年七年班 辦了八班 培訓了一千多人 好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地方政府 社會精英班 去年開的十班 培養了849人 這你們自己做的啊 是 不滿意 當然還有 還有經濟的空間 好我只是問個問題 是 地方政府班跟社會精英班 政府官員的比例跟社會精英的比例 大概多少 你也不知道嘛 我不知道 對啊 表示我們外交部也不把 因為這是NGO很重要的部分啊 七年班我想問的 七年班 這102人裡面 到底多少是在學的學生 還是在NGO裡面已經工作的年輕人 知不知道數字 也不知道 這些數字都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好 我們當然也希望培養在學的學生啦 是 但如果是那一種已經在NGO工作 我們希望培養他 給他這個賠利 到國際社會可以交流 等等的 那到底是怎麼樣 讓我們了解一下 同樣最重要的 你們這個 外交研習 不論是七年班 社會精英班 都有 就是 結業的 問卷調查 請把問卷調查結果 讓我了解一下 統計一下 到底滿不滿意 還有大家的建議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羅委員 我們現在請王定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麻煩我們次長 好我們請 徐次長 我們時間寶貴 我們盡快進入主題 好 我第一個問題是 我看4月2號 柏劉駐聯合國大使歐來 他曾經講一句話說 No respond except Taiwan 意思就是除了台灣 大家都已讀不回 那是4月2號 我第一個問題是 柏劉曾經跟我們尋求協助 那這樣看起來應該是3月份的事情 大概是什麼時候 尋求什麼樣的協助 那談的當然是防疫啦 COVID-19的事情 是 報委員 就防疫這件案子來說的話 記憶所及應該是從我們3月底4月初開始 當時柏劉有一位疑似確診的 我們幫他做verify嘛 幫他做檢測嘛 對不對 就這個事情 基本上那是他們國家內政 他們要怎麼防疫 他們需要協助 我們照顧自己 照顧好了 行有餘一幫人這沒有問題 所以他大概就是有一個確診 因為他沒有那個檢測的能力 是的 所以必須透過我們來協助 那檢體還要回到台灣來 是的 所以大概就是幫這件事情 就是就COVID-19這件事情而言的話 就你們了解他當地有沒有在進行 比如說發燒了或者感冒了 或者這個嗅覺沒有了 就開始準備檢測 應該都沒做這些事情 他們有這個防疫的意識 但是在能量方面的話 沒有那些設備 沒有那些能力嘛 提供了協助 所以我們像這樣國家其實要小心 就是說 他在數字上顯示的是零確診 可是你不曉得他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希望朋友家都沒有確診 都零確診 可是那是一個不知的狀態 那好 他學了這個協助 我們幫了他之後 我現在要問的是 這一次敦目艦隊的行程來到帛琉 我們外交部的角色是協助 還是有關外交的場合是由你們主導 艦隊被你們安排 是 我們在敦目艦隊上的話 主要才是做一些配合的工作 當然 他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敦目的邦誼 所以敦目艦隊 他又像軍事 他又像外交 我們姑且把他叫做軍事外交 所以來到帛琉你們比較熟 所以當地的行程應該是你們安排的 是 我們依據 我們自己的規劃 還有艦隊所提出的需求 行程是你們安排的 那你們跟艦隊怎麼聯絡 你們是直接聯絡台灣透過部會先聯繫 還是跟海軍聯繫 你們聯繫管道是怎麼聯繫的 這跟委員報告 因為 軍艦隊的事情已經行之有年了 對他有個模式 每年都會在 包括出訪前 然後 會開一個跨部會的協調會議 呃 是這樣子 現在的話主要是還是跟海軍司令部 跟海軍司令部提出需求 他們會把他們的需求 所以是海軍司令部 應該是艦直部那邊吧 艦隊 海軍司令部或艦直部 提供他的需求 外交部來盤點幫他協助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他們在帛琉的行程總共幾個 那個是你們協助安排的 正式的行程 包括了抵達的歡迎儀式 幾個 呃有一個 只有一個嗎 一個是抵達的歡迎儀式 另外 有些同樂的打球的 有幾天我們有做 呃 樂儀隊的表演 還有古號樂隊的表演 還有舉全隊的表演 那我們還有 這一次還有在 柏柳做了一個 友誼的一個壘球賽 那另外就是在 有沒有晚宴 離開的時候 那也有一個 Failwear Party嘛 一個晚宴 好 現在 他現在確診24個 這些行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去盤點 有可能在哪裡 被傳染到 我覺得生病 並不是犯罪 沒有人願意生病 那這些基層的專士兵 去執行國家任務 他也去看了軍醫 非要是他沒有隱匿的意圖 那我們還是要了解 從哪邊來 一方面幫我們的朋友 柏柳一方面我們要了解 你們 部裡面有沒有去研究這塊事情 就是在柏柳的哪個行程 有可能導致這一次疫情 從境外回來 是但 剛剛委員報就是 這些正式的行程 當然我們都有說 簡單回答 要不然我時間沒那麼多 你們有沒有進行評估 是 有嗎 地點的話我們已經 有沒有評估這一次的 境外移入台灣 這些敦目艦隊的官士兵 是在哪個場合可能 可能在那個場合的 有沒有聯絡疾管署 請求專業的協助 盤點要形成的樣態 哪個樣態最有可能 那是一股專業 我也沒辦法你也沒辦法 你們有沒有做這個事情 這一點其實我們跟指揮中心 已經取得協調跟聯絡 那盤點出來哪個最有可能 目前的話 目前的話是只有 就是禮拜六 首個 三個案例的一個 一個名單出來 我跟你講這三個搞不好 都是第二輪第三輪被感染到的 因為它在海上二十多天 在海上公海航行那二十多天 已經有好多個去 盤石劍的醫院尋求治療了 你們應該知道 所以我現在看的問題就是次長 裡面一個盤點 CDC告訴我們 這幾個場域可能比較危險 那這場有多少我們的國人參加 另外還有私下行程 其實帛琉也沒有什麼 他帛琉其實他那個本島也不大 也不用很多人想像 晚上去夜店什麼 沒什麼東西 他們其實那邊就是潛水 大自然這樣子 所以要盤點 我聽起來你們還沒有盤點完 那二十四個病例也沒有 那事實上 你們外交部住處的人員 有沒有進行了解 有沒有身體的特殊狀況 目前我們已經問過了 他們沒有身體上特殊狀況 那他們回台灣要不要居家隔離十四天 如果我們駐外的人員 最近從國外反來 他們現在不能回台灣 我說如果他在疫情期間回來 根據你們的SOP 那一定要 一定要居家隔離十四天 一定要的 好 那這一個問題以外 我最後問題就是 軍事外交的部分 我們外交部有沒有協助 比方說我們的軍人要跟某一個國家交流 交流 這個交流過程是純粹軍事單位去聯繫 還是外交部會參與 這要看國防部是不是跟我們協調了 這一次到柏柳有沒有進行 像我們這個是剛才張副市長講的 我們都是固定的一個模式 敦牧之內是固定的模式 我只有一個問題 如果不方便回答你不要回答 我有看那個航程 那這一次敦牧艦隊到柏柳之間 有沒有去柏柳以外的地方 我講的不一定是國家 也許是海上 有沒有 不方便回答就不要回答 你不要了解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能回答就不能回答 因為這現在國家利益機密 我沒有強迫你一定要回答 就是說 在去柏柳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軍事交流活動 柏柳我們不了解 好不了解 OK好 我們回到WHA 我跟主席接一些時間 今年是不是我們台灣距離世界衛生大會最近的一年 在你們的評估 最接近不代表進得去 但是整個國際氛圍上 今年是不是我們台灣最接近世界衛生大會的一年 你們的評估 報委員 您說的我們完全贊同 那今年國際對我們參與WHO的支持的力道 是比往年多一樣 這個國人都感受到了 我剛才看到很多委員提國際媒體報導 以前在聲援我們的 有國會議員我們就已經很高興了 這一次都國家領袖阿伯安伯 川普 蓬佩奧 歐洲其實這些國家都有發生 有人對德國沒有謝謝我們送口罩 其實德國很早就聲援台灣要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所以大概都是國家掌握國家行政大權的這些國際領袖 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那我說我要請教的問題就是 今年會不會開 你們的判斷 今年會議 我換一個問法 他們二月份就擬定了五月份的議程 四月初PO上網 好像一天不到吧 就被 就拉下來 現在從你的 從你的議程丟上去了沒 抱怨 他們上個禮拜才跟各國駐日內瓦的駐團有做過簡報 那目前是朝五月十八號召開視訊會議的方式 方式改視訊但一定會開 議程也非常的精簡 對 議程也改了嘛 是 原來根本沒有談到肺炎的事情 他現在應該會有增加啦 對 但是各界關切的COVID-19的防治會是重點 那聽起來你們都知道他簡報五月十八嘛 那台灣有沒有在這個會議當中 報議員我們希望我們也在爭取 一到十分 你認為到幾分 你不要給我五分那我就沒辦法猜了 大概幾分 目前還很難說 沒辦法判斷 還沒辦法判斷 但是可以跟委員報告是 在幕後我們的友邦還有理念相近國家 現在有兩件事情要處理 這一次 因為這次一定要開嘛 世界上面對那麼大的災情 世界衛生組織還不開大會 那麼開玩笑 所以一定會開 他改視訊會議 那視訊會議 有兩種 他還是個世界衛生大會 其實形式不一樣 第一個我們現在不是他的固定的觀察員 我們當然也不是會員國 所以他的秘書長應該在最近要提出邀請 這是一種方式 秘書長不邀請 還有一種方式是 現場大會提議 臨時邀請 而這個臨時邀請 相較於以往 我只要online開通就好了 還不用坐飛去那邊stand by 這兩種方式都有可能 那第三個邀請過後之後 台灣能不能像以前巴結組織 或者聖馬爾他這個騎士團 變成一個類似固定的觀察員 以政治實體 他們這兩個是以政治實體參加的 所以是不是因為我時間超過了 我剛才提問的這些 是不是你概要性的回答一下 我們被邀請的形勢 你們認為哪種比較有可能 第二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以政治實體成為 他有會員國 副會員國 以及政治實體 當第四類就紅十字會 那叫民間社團 我們當走那裡就太委屈了 我們可能參與的方式會走哪條路 報議員 我們不排除任何可能的選項 但是我們的前提是要符合自主 自主 這一次台灣是靠著我們防疫的實力 讓世界看見我們 之前的參與 有的要under one China policy 九二共識 變成接受一個中國去參加 事實上 那個還是靠著阻擋我們參加的人 私以小會開個小門進去 那是個委屈的 可不能參加我們自己堅強這件事情 我聽我們那些醫師 好像李秉穎醫師有在參加 那個我們西太是在菲律賓 總部在那裡 我們去參加專家 有時候像是人家在裡面吃大餐 我們台灣的專家被叫到外面的水鍋邊吃便當 一樣烏魯現場就不讓你進去 臨時就不讓你進去 或者有今天通知叫你明天參加義大利的會的 充滿了糟蹋 在公衛跟醫療上根本沒有政治議題的 充滿了糟蹋 但這一次我們自己的國家要公衛要守好 世界看見 這個時候沒有黨派的問題 這應該是全國一起成功 2360萬人一起成功 所以這一次是不只是最接近世界衛生大會的一次 這一次是台灣扎扎實實 靠著全民的一起努力讓世界看見 他不得不處理 也許最後的結果不見得理想 但這個過程是跟以往很大的不一樣的 所以請外交部門我們進城外交官大家加油 那你們最後的判斷底線是在幾月幾號 就是會被邀請不會邀請 明朗化是幾月幾號 這應該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 我是不是建議 如果有個明朗的方向之後 讓外交委員會兩個招委知道 必要的時候向國會報告這樣好不好 是 全民很關心這個議題 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王委員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是馬文君委員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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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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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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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感谢观看 是有年 感谢观看 我想我想 我们一开始 我们看看 对 在第一时间 有关 两个时间的 那 那另外我说 再提提提 左边 这个 我说 我的英文的名片 这书在哪里 我在上面还印了国旗 所以基本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 今天到底谢代表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上 不管是跟德国政府之间的往来 不管是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的发言 不管是他个人的名片上面的一些状况 事实上都有可以检讨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请外交部检讨 谢代表到底适不适任 是不是要反国来素质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好不好 谢委员 好谢谢 请陈柏惟委委员 我们邀请次长 请徐次长 你好 原定义成是NGO相关的 我想我们有准备了一些东西想请问次长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在中国的压力之下 很多会议都没有办法参加 挂国旗到底对推广外交是好是坏 这个是大家都长期讨论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以一个正常国家的身份来参与国际的会议与组织 那除了官方持续在争取之外 我们也会透过民间友好的力量 来抵抗所谓中国的大外宣跟中国的渗透 我们称为这个叫逆渗透的工程 包含让一些民间的友好团体 包含我自己去过亚特兰大的人权博物馆 他们在这个自由国家的地图上 把中国画了一个大大的黑色 表示这个地方不自由 也透过这样子的手段让大家知道 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那台湾又跟中国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 但是在NGO的推展上 我想先请教一下 你知道我的选区里面有一个跟今天主题非常切合的地点 你知道地点在哪里吗 不知道 好我们在陆丰的这个光复新村 有一个这个INGO的中心 是由台中市政府来做管理跟空间提供 由外交部负责招揽国际的NGO组织来到这里 运营跟进驻 那么当时成立的时候呢 他们我们说外交部有一段发言 是说期盼未来吸引民主人权 灾害人道救援 永续发展公卫医疗及社会福利 在这边进驻的重要聚落与交流平台 那请问外交部知不知道 现在在这个地方注点的单位有哪些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喔 呃包委员 现在我的印象中大概有五六个左右 包括德国救难权 还有我们台中的这个救难权协会 还有亚洲 呃国际外科协会亚洲分会 那还有几个就是我们local组织 好下一位 这个大概是现在目前进驻的这一些这个组织喔 包含刚刚提到的救难权 那我们这个台中市消防局在那边成立了一个中权协会 意思就是这种交流性质的 以及这个民间NGO的这个组织非常的多也踊跃 但是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你看进驻时间的右半边 也就是这个合约终止时间 大部分坐落在去年 109 呃民国109年的年底 那我想请问一下 请问我们外交部有没有掌握 就是未来这一些组织会持续进驻呢 还是我们会招揽新的呢 还是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原因是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黎秀英市府提出废止台中市政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推动委员会 我无意评论这件事好或坏 我想说外交部针对这样子的计划 呃有什么样的立场或看法 包委员 呃其实台中市政府啊 他在呃年初的时候有曾经啊召开一个会议 是 那决定这个NGO中心未来的发展 那据我们所知道 目前啊 他是计划维持现有的规模 但是啊因为经费的原因啊 他没有办法再扩大来经营 OK了解 那我想那我想讲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再扩大 或者是继续运营的话 我们呃关于这样子的中心 我们是就放着了吗 还是未来有其他要再找地方 或是其他的想法 呃包委 其实这个NGO中心呢 其实是台中市政府啊 他的这个等于是他的管辖啊 那外交部是基于一个协助立场而已 对 那 嗯 好 我理解了 我想讲的事情是这样 像这个你知道香港有一些无国界的医生 他们的办公室NGO组织在香港 然后包含一些工 呃这一次台湾在公卫议题上的专业表现 也有 其实坦白讲有蛮多国际的组织会希望能够来台湾 那如果我们不能够主动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场馆或地点的话 呃我想 我们去要求各地的政府去做这件事情 坦白讲 就会遇到现在的状况 他说经费不够就不办啊 或者是 呃有其他的状况 或者是政策的改变 怎么会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外交事务是否要继续推展呢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尤其是在这一次包含民主人权组织在香港遭受打压的时候 其实是一波很好的这个转移办公地点的计划 但是我们台湾并没有准备好要接收这样子的组织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尤其是在亚洲或者是说华人世界里面 他们都期盼要有一个建立所谓自由中国的基地啊 那这个可能请外交部再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继续推展这个计划 那另外呢 在今天外交部的解冻案里面有提到说 INGO的相关业务主要是包含鼓励参选重要干部 争取在台举办年会大型活动以及参与国际合作计划 那我特别想要问说 我们如果想要鼓励台人去担任INGO的重要干部的话 我们有没有具体的推展计划 怎么协助他们或者是说最近有谁 因为外交部的协助去担任INGO的重要干部 包吟其实有两个例子是可以提到跟委员报告 一个是台湾医师会的理事邱台人邱委员 已经当选为世界医师会的理事会的成员 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协务之下 世界医学生联合会的李柏锦会长已经当选了 另外WHO旗下正式组织国际医疗资讯协会 有一位叫李永专的 他是当这个协会主席 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计划性 比如说这三个是成功的案例嘛 那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归类说 哎你们这样做是对的 那但是呢有一些或许有机会 但需要投入资源 如何帮他宣传加大这个力道 我们把它归类在第二个有机会 那还有呢就是 啊坦白讲 这个在这边没有忘了 可能这个不想要让我们在里面的人力量太强大 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在的 是否能够将这些国际组织分成三个类型 类似我们交通的号制红绿灯一样 来安排如何投注资源以及协助目标计划 让他们能够真正落实我们说的让国人让台人可以进入这些组织当干部 是不是能够请外交部大概提供 这个计划的相关报告 因为我们真的蛮在意这件事情 好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而且实际上我们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规划了 我们会给委员提供这样一个报告 好的谢谢你 另外在这一次的专案报告中 外交部有列举近几年来补助我国NGO到外国参加国际会议或活动的例子 但是我们在参加一些组织的时候 我们即便拿着正式文件的不管是身份证明 包含护照等等或者是NGO组织文件 但无法进入该会议的会场 甚至是会因为这个部分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掌控联合国金社会 联合国的金社会啊然后不让我们进去 那我们有没有掌握到相关的这个消息 应该说包含抗疫 包含不让我们进入封杀打压 甚至是驱逐这些事情 报为我们有充分掌握到相关的问题 能不能具体讲出大概有几个例子或多少人 大概规模怎么样 常常遇到一般遇到没有遇到 其实偶尔会有民众有反应 有遭到阻挠的问题 那我们也持续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幕后帮我们再进洽 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找出一个妥事的解决之道 外交部当初我们在推广 不管NGO的发展或什么 都是希望透过回避掉我们的身份 或者是国家来进行国际的这个外交啦 但是如果已经要回避了 然后还是因为国家的关系被阻挡 我希望说能够具体的提出未来的改善计划 或者是我们线下的处理模式 可以要求你们提供相关的 在NGO参与国际会议遭阻挠或刁难的情形 的相关书面报告给我好吗 是 以上就是3Q 谢谢 加油 请中嘉宾委员 主席在党委员先进 面袭的政府机关事长官员 各场工作伙伴 记者名令女生 大家午安 有请我们徐次长 请徐次长 这长今天谈的是NGO啦 像台湾有过去用NGO发动要捐口罩给国际 你觉得对台湾的过境友谊促进有帮助吗 当然如果NGO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一定是好事情 那台湾的珍珠奶茶对促进国际友有没有帮助呢 看怎么用啦 可以打响台湾的名声 OK好 所以现在台湾的珍珠奶茶跟台湾的口罩大概世界知名 但是我们来提一下台湾的国人呢 我们帮助其他国家我们很愿意 可是呢在印度的台商表示啊 常常被犯件人员刁难说啊你们这个护照是China 要争执半小时才让他入住 你们有没有接到类似的报应或投诉 好来 参加委员我们平均一年大概接到十件 一年十件喔那还算不多 但是我想听到的民间课数更多来往下看 请问部长 照护照的封面要标示什么讯息 法条有明定吗 还是你们的行政权限 还是国际民航组织有硬性的规定呢 哪些是必要的 英文国民国徽还是晶片标示 局长 报告委员 国际民航组织是规定护照的大小尺寸跟晶片 还有内业的一些重要的规格 封面呢 封面上面呢 基本上国际民航组织他只规定大小 好OK我们再看 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里面 这43年的没有规定护照封面要放国徽 护照条例民国104年修正 也没有说护照的封面有相关的规定 他只有说内业跟封面 迟照人不得去把它变照或污损或张贴 对不对 所以呢 社长 所以这个护照的封面要怎么改 其实应该你们的行政权限 对不对 没有法律规定嘛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嘛 基本上应该是 好往下看 来 直觉上护照封面会放什么 第一 该国的官方语言标示国民像日本 他有一个黄式的嘉辉 然后呢有英文的国民 然后呢有晶片的护照标示 我们往下看 可是呢 国际民航组织并没有要求 以英文标示国民 以德国来说好了 他用德文来标示 欧洲联盟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国徽 然后呢他用三种文字来讲 护照这两个字 那晶片标示 再往下看 要是以法国来讲的话呢 他根本没有出一件英文 他连护照这两这个字啊 都是用法文的标示 好再往下看 瑞士更特别了 这不是瑞士刀的使用手册 这是瑞士用四种他的官方语言标示之后 然后最后呢加了一句英语 你觉得少了什么 这项护照吗 还是瑞士刀的使用手册 往下看 国民不见了啦 整个瑞士护照没有看到国民 他用四种语言标示什么 最后英语说 这本叫做瑞士人的护照 瑞士的护照连国民都没有耶 好往下看 国会也是不是必要的资讯呢 沙瓦多的护照 他是全部用西班牙语的 他中间放了什么 中间放了一个中美洲统合体 跟该国的地图 他把地图的部分呢 亮起来 如果你看几内亚共和国啊 他根本用的就是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的总图 连几内亚共和国的国会 也没有出现啦 所以国会也不是必要资讯 再往下看 世界的护照封面分布呢 全球的护照有198个国家 官方语言的有包含英文的42个 我们不管他不包含官方语言 不包含英文的156 这156个当中呢 有加英文翻译的像我国 国民的翻译 全部用官方语言的像法国 官方语言只说护照这两个字的 而这个字的是德国 全部都不用的是蒙古 蒙古连护照都没有蒙古文 因为他想护照是给外国人看的 他上面没有蒙古文 往下看 所以呢这么讲 60个国家使用全官方语言的护照 占38% 71个国家 他的护照上面没有国民的英文翻译 当我们在讨论台湾的护照上 要放台湾还是RO系的字号 我们请记得一点 世界上有将近一半的非英语系国家 没有在护照方面放英文的国民 市长这样有概念的 往下看 主席再点时间 全汉字也不是创局 1920年北洋政府发的护照呢 只有中华民国外交部护照 博士款提供的民国24年的呢 全部都是汉字 没有半个英文 再往下看 现在呢 改版如果成本高 我们来看一下 民国94年加住台湾 单本成本只多一块钱 再往下看 如果民国97年加上金面标示 自行吸收也没有增加 所以啊 护照的封面要改啊 怎么办 因为一次的例行印刷 2019年印了170万本 一年会两刷 大概要刷50本 六个月就会完成 市长 局长 护照是不是每次更新 你们会 可以50本50本这样换 可不可以 报委我们是有一个护照的存量 刚刚在您讲的这个护照的改版 事实上2003年 从凝聚各界的共识 2019年的用完了没有 现在目前 还剩多少存量 还有65万本 好一年要用到几万本 一年要用到多少万本 消耗掉一年 一年平均170万本 一年要消耗170万本 现在存量剩65万本 该做新的了吧 但是今年的疫情的关系 那文化委员 这需要国内跟国际的 是的 所以还是要评估 但是差不多60万本 一年不够一年的量 该是要制作新的了 往下看 所以请评估一下 次长这请你来答 要用全部是汉字 回复到最初的感动 根本没有争议 没有英文 还是呢 把比照萨尔瓦多 把台湾的整个地理方式 标示放上去 或者说呢 你写台湾护照 像瑞士一样 这个台湾护照 台湾Port 然后呢 放个珍珠奶茶 哎 市长啊 要不要评估一下 往下看 绿型印刷 本来就是常态 不落落争议 我们想一些另辟蹊径 稳健务实 保障我们在外民众的权益 市长 综合简单答复一下 我想 委员今天做的这个 报告对我们来讲 实在是非常有参考性 那你要付这个财产权给我啊 里面收集了古今中外 各样的这个案例 提供我们一个思考的 这个广度 我想我们 在国内各民众 还有各党派的 如果共识底下呢 我们一定采取 这个最大的弹性来演绎 好 那在这里谢谢 也跟主席报告一下 有个零题 就是同样内容 那拜托主席 要不要如果直接才是 咨询完毕再来处理 好谢谢 请廖婉如委员 谢谢主席 我请一下次长 请徐次长 你好 次长 我想以你在外交部的经验当中 国内最重要的NGO组织 或者在国外最知名的NGO组织 我们国内是哪一个 很难这么说 对很多知名的组织 哪些 举例 你看国际知名的 在国内知不知名吗 念一下吧 还是你报告当中这几个而已 你说 你报告当中要举了好几个 是是是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念啊 对不对 因为我看你今天的报告是说 我国运用NGO组织来推动 国际合作的做法 我想你们既然协助了很多NGO组织 国内的NGO组织 对 如果要看领域啦 不一样的领域有 不一样的领域这个NGO 你就举几个成功的NGO组织嘛 没问题 那如果说这样好 如果说在人道运动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说像慈激 像佛光山 那像在那个妇女妇权部分的话 像那个立新基金会 还有妇权基金会 那像环保部分 每个领域都有 据我所了解啦 过去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当中啦 几乎很多欧 欧洲东南亚国家 每次国会 拜访中华民国 到台湾来的话 每一次拜访我所接触到的 都是拜访慈激 可是我发觉今天你的报告当中 慈激就是还请你们协助 来发放粮食 我们中华民国是借慈激的民 还是我们协助慈激 在推动NGO 在推动一些我们那个 你在协助他们推动 所以我是觉得 我要厘清的 我不是怪你们 我是觉得说真的 你当然就你外交的报告 说你花了很多资源去协助他们 当然很多国与国之间要靠外交部来 来协助 但你们只协助这些 其实都是NGO组织 他本身有这个心愿要去做 他们发愿要去做 那我们只在国与国之间 你们给他们协助而已 这些都不能归功于 我们外交困难的时候 NGO组织协助我们 把那个我们的触角 整个伸到国外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 就是看到你们的协助而已 那我是觉得真的 你们在报告当中 以后要改进一下 至少让国内 让所有委员都知道 我们成功的NGO组织有哪些 我们未来希望再推动 哪些NGO组织 让我们国际的知名度更高 另外这一次的口罩外交当中 我想请教一下次长 我们后来整个送口罩的时候 都写一个台湾Can Help 我们到底要怎么翻啊 你要让国人知道是 台湾都能帮助你们 口罩而已吗 台湾Can Help 台湾可以 台湾正在帮忙 台湾Can Help 台湾Can Help 台湾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 我们正在帮忙 正在帮忙 所以这次是口罩 下次呢 I need money 怎么办 我们现在是以 口罩为主 防疫物资 防疫物资 所以我说你现在 用这样子的话 台湾Can Help 说真的 我们当然知道 箱子里面是口罩 没有人知道啊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标语 我们捐赠的东西 友邦都知道 我们捐赠的东西 当然打开就知道嘛 对不对 你外面也没有 世界也没有 但是台湾Can Help 我是觉得 写的也很好啦 但是能不能在防疫当中 跟我们 让台湾跟全世界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加油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你说台湾Can Help 今天是Can Help 那个可以帮忙你们口罩 那下次呢 我希望的是资源 I need money 你怎么办 你外交部你就傻眼了 我们没有跟中国大陆 做金钱外交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为善不欲人知 那我们为一个口罩 当然这一次口罩也拓展了我们很多加入WHO的种种的力道 那但是呢 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无话上是为善不欲人知 那你一直在讲到我们能帮你我们帮你 下次人家要求更多时候 你若应付不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宁愿跟全世界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为了防疫的事情 为了什么的事情 那你们外交部有没有想过这个口号啊 谢谢委员这个非常高明的指示 我们回去来想一想 又是高明指示 你们这你想一想 我记得台湾Can Help 我也看了半天 我当然知道我们是送人家口罩了 你看送到这里有人感谢 有人根本连政也不然 嗯 知道就好 好 请李德伟委员 主席麻烦请次长 谢谢 请徐次长 喂你好 好 市长早 市长想请教一下 是 呃本夕 想要请教有关于新加坡的口罩生产线 移回新加坡的这件事情啊 那不知道外交部这个地方啊 有没有全程的来掌握相关的讯息 嗯 基本上我们是了解这个情况 还是新加坡还是外交部根本没有参与 全粹都是经济部或者工业局那边来参与这个这一件事情 你们有掌握吗 主政基本上是经济部啊但是我们 所以新加坡代表处新加坡驻台湾的代表处都没有驻台北代表处都没有跟外交部反映这相关的事物 所以你们完全没有摄入或者都不知道 呃因为 所以他们都没坑 是这个意思吗 您是说前面要移回生产的事情 因为他一定 他生产的口罩他想要运回新加坡嘛 那我们政府不让他 我们政府禁止出口嘛 不让他运嘛 他才要把他的生产件送回去嘛 否则谁愿意把台湾整体的工厂拆了就 送回去自己的国家 再找地方再去装再去生产 谁愿意啊 有人是这样 所以我只是想问您 加坡驻台的代表处 有没有跟外交部反映这个事情 呃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映啦 因为他们 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主要是指挥中心 那边会有不同的组嘛 那经济部是在里面 所以他们直接跟指挥中心有联络 然后我们后面我们是后面知道的 那这件事情您认为对台湾跟新加坡 新加坡的外交关系有没有影响 人家的总理夫人讲话 我们的1450去攻击人家 人家会对中华民国对台湾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 这个外交部有没有评估 我们认为没有对双边关系没有太大的影响 是不是 而且呢一开始呢 所以您觉得这个对双边的友谊都完全没有影响 这个去攻击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觉得还要去查验 算是您认为攻击他们的新加坡人会认为不是台湾的人吗 还是他会影响到是所谓其他国家境外势力的网军 我没办法去议设这一块啊 我只是说这些人到底是谁是需要查证的 然后我们外交病并不乐见这样的情况 好谢谢次长 那接下来啊 呃 本席想要请教这个次长 因为大陆啊 在18号有宣布啊 海南的三沙市啊 在南海设立两个行政区域 那其中呢 包含了 他们会住在永兴岛管辖西沙跟中沙 然后南沙会住在永暑礁 这个部分里面啊 越南政府19号提出了抗议啊 指控大陆的行为严重侵犯越南的主权 请问次长 这一个部分 有没有牵扯到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基本上 就是我们原来是主张在这个南海 驻岛屿 是 那那个我们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 是 所以 这个部分 次长请问一下 外交部应不应该抗议啊 或者 是不是陆委会应该跟大陆抗议 然后我们的外交部应该跟越南抗议 因为越南说是他们的 我们的要说是我们的啊 我们的宪法的 我们的固有疆域里面 难道不包含这些地方吗 还是外交部觉得无所谓 反正把台湾顾好了就好了 没有这样讲 是 所以我想要请教外交部有没有动作 想不想动作 这我们要回去研究一下 是 可不可以本席在一周内有个回应 报告可以吗 好 是 那这个部分啊 本席让他再请教一下 我想 刚刚也有委员说 今年是我们参加WHA最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部分 请要次长您研判状况怎么样 假如让您来评分有多大的机会 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 或者台澎金马 我们可以参与WHA 呃 委呃 是不是可以请国主寺回答您 是 呃 喂好 报委员 呃 这个很难去做一个具体的评估 但是可以跟委员报告 呃 今年的难度还是很高 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 好 是 这个部分啊 当然本席也希望 我想不管是为了中华民国 为了台湾 为了台澎金马 当然请外交部在宣传上 甚或有这么样一个好的机遇 我们如何来让世界 看到我们在这个部分 对于世界的贡献 对于世界的协助 那让中华民国 让台湾 让台澎金马 可以让大家 更能够协助我们 更能够支持我们 这个请外交部的同仁多努力 好不好 是 谢谢委员提示 谢谢 请合资委员 我们有请次长还有国土司 谢谢 请徐次长 次长 国际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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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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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延续着WHA的问题 请问上次长知不知道 原本我们的钥匙工会 要去WHA做报告 知道吗 我们把握时间好 报委员 我们原先有在媒体上有看到 对 那现在的状况如何 知道吗 我们听说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什么困难 好像是被取消了 我们的钥匙工会 原本要去报告 现在被取消 那知道为什么被取消吗 报委员 细节我这边并不清楚 好 那我在这边 我简单 我的诉求 这个可以是我们谈判的筹码 这个是我们跟国际社会 台湾口罩实名制 第一个在全球宣布禁止输出 让台湾可以成为 全世界典范之一的原因 是否可以做到 赶快去洽谈 我们觉得有时候打一点悲情牌 不见得是坏事 可以吗 报委 我们会跟钥匙工会那边来一起 这不是对内是对外 是 可以吗 我们会跟他们一起 加油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因为他如果改市区 我们相信可以撑出一些空间 那另外川普也说 他要自己另创一个组织 我觉得国际社会上 还有很多医疗的系统跟组织 我们也可以并着进去 可以做到吗 给我一份清单 你们可以考虑 可以运作得起来的 可不可以 好我们来提供一个很清单 好 那你们要努力了 好不好 是 接下来在这边 我们的中华职棒 18号的时候 他们是全球唯一的赛季 唯一的赛事 不知道您 有没有赤掌 有在看棒球吗 我没有看直播啦 我后面从YouTube上 看精彩片 在过去 光是台湾本土 还有亚洲地区 我们的这个点阅率 就已经破了1300多万以上 那在18号他们的赛事呢 已经有200万人次正在看了 那连他们的运动频道的资深主播 我们的Kenneth 那个欧伯曼 他也向他百万的Twitter 上面在介绍我们的中华职棒 你觉得这是一个外交上面软实力的输出吗 是 是 你觉得这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很棒 全球终于有人在打球了 是 是 那问一下 球迷都在说 台湾拥有世界级的水准 疫情之下 是拓展品牌的好机会 从网络上可以看到 这个球迷的能量真的很大 那 体育不归外交管 但是外交总是外交管吧 那我请教一下 我们有运用这个平台 运用这个事件 在做怎样的外交手段或措施吗 公共外交 有吗 目前的话 我们还没有特别去运用这样的一个事件 但是 我想我们可以透过外管 这样子不对了喔 这样子就不对了 是是是 我要发挥我的建议跟监督群 我记得过去 大家说 步步都是文化部 步步都是交通部 步步都是 对不对 每个步都有cross嘛 cross sectoral 平向横线的运作 这个不可以这样子摆着 不能这样摆着 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 发挥一点创意 好的 台湾 can help 我觉得在开打的过程当中 可以置入性行销啊 人家都在做大外宣呢 我们也可以做我们的大大外宣啊 球外宣啊 这个可以吗 你们认为这个时间点可以抓多快 如果要做的话 因为现在全球只有台湾在做而已 台湾在打球 让全球都知道 是 你多久可以做得到 我想我们回去研议 可能要请我们的国传司来做相关的 还有我们的外观 时间 时间我不是问单位 我再问时间 这个可能 我认为如果愿意的话 可能给我们一两个星期来 一两个星期太长了啦 太长了吗 对啊 包含小英总统 也可以跟他建议啊 你们就是直属总统 总统府 那我觉得 他的脸书等等的 社群平台 还有他的Twitter 我们几天内来做 对 要做啦 这个要做啦 可以宣传台湾 让台湾有国际空间的事情 怎么不做呢 所以你答应我了 我们部里面有social media 我们可以马上来做 好 但是我期待 我们应该 有国家元首的认证 certified by Thai 我觉得这个会很了不起 我们可以做到吗 是 你做不到 我去帮你拜托他 我咖啡冲得那么强 我们来向总统建议 可以吗 好不好 我们来向总统建议 可以 好 那接下来问题 接下来一个题目 我们看到那个 李洛瑟 他的这个神父 我们短短的时间 看到台湾 很快速的 我们的爱心 快速凝结聚集 聚集 我们这位公司 也接到好多通的电话 其实也有很多民间的NGO 希望能够把他们爱心传递出去 但是 外交部的动作 现在有在做会整吗 现在有没有在 整合 或者是协助呢 是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 3月31号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接获那个旅神父 他这边的请求 我们的 驻教廷大使馆 就已经把相关的 我是以他为个案 其实还有更多人 想要帮我再为了主题是 其他个人 跟其他的这些团体 外交部怎么协助 这个如果是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 海外的 侨民的团体 他们收购 就是来购买物资 捐给当地国 这个我们当地的管处 已经在协助了 那协助目前的数量 跟单位 大概有多少 这个可能我们要统计一下 再给委员 没关系 现在因为这是我们 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所以我相信 可以直接回答 来 报委员 目前那个台湾四十会基金会 已经跟我们联系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透过欧多斯 在联系意大利住台办公室 然后报回 里面的主席邱主席嘛 我以前就是他的发言人嘛 对 那现在的现况如何 现在我们在等 这个意大利政府的回复 那如果说确定好 这个一万件的防护衣 符合他格式的话 我们就会来协助 后续的情形 他们现在也期待 时间可以加速啦 对 除了这一件之外 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台湾的狮子会 他有一个名 他以为台湾的基金会哦 是是 没错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都是民间的能量跟力量 都是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人的能量跟爱心 那多久可以做到 多久可以送到 如果他们东西全部备齐的话 你有多少信心跟时间 包委员 其实现在我们主要是要等这个 异方的回复 那我刚刚今天上午 已经跟这个江市长已经联系过了 只要一有消息 我们就马上来办 那目前有多少单位 就是量比较大的 像是台湾的我们自己的狮子会 有在做还有其他的吗 这里头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是他们在国外的部分 像实际在纽约 在西雅图 北加州南加州啊 他们是有捐赠这个 N95口罩 医用的这个口罩 父母亲跟防护医 他们是就地采购方式 好 台湾要出去的要快速协助 好不好 这是我的要求 并且等一下把清单给我看一下 我要知道你们的时辰怎么抓 最后一件事情 国际特色 特色组织 请问一下 他跟我们台湾是友好的吗 在台湾有个分会 有个分会 那他跟我们台湾是友好的吗 应该算有 我问一下次长 西班牙流感有没有歧视西班牙人 应该不算吧 德国麻疹有没有歧视德国人 应该也不算 日本脑炎有没有歧视日本人 我们不认为 中国肺炎有没有歧视中国人呢 你的 这不代表不 你个人立场而已 我觉得应该是在陈述他的病源的来源地吧 因为他毕竟是社交病嘛 只要接触就会感染 那现在我们看到AI 就是我们特色组织 居然就说 Colin这个 in the Chinese virus is racist 他现在其实网路上面 全球现在对AI非常的愤怒 请问一下 是否他们有受 就您的专业 看下您的敏感度 他是否有受到 某一些国家特别的影响呢 因为台湾一直被人家这样霸凌 也从来没看过他跟我们说过话 我还是他们的会员 我即将要退会了 我要退 我不想再参加特色组织了 这个我很难判断他们的情况 因为他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他可能受到的影响来自多个方面 有没有曾经跟他们沟通过 也期待他帮台湾说过话 有吗 我只是好奇啦 你说我们不里面 对 应该是没有 对不对 也不应该 对不对 毕竟他是一个NGO 但是我期待啦 可能有时候我们外交官 还有外交的同仁在国外 有时候是用个人的能量 在努力 这个部分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对 但是我真的对他也觉得说 台湾这样一直被弄 同然都没有帮我们说过话 感到遗憾 希望是今天的会议留下一个记录而已 以上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谢谢 请秋显志委员 好 诶 主席我请外交部 这个徐次长 请徐次长 诶好 诶 次长早 是 次长今天这个题目 就是说我国运用NGO推动国际合作的做法 那在你的专案报告里面我也看到 就是说 事实上外交部对这个部分也非常努力 就是说我国的外交处境非常艰难 好那希望就是能够结合民间的NGO 能够突破我国外交的这个困境 好那尤其是比如说第八月好我有看到 这个台湾民主基因会补助 台湾人权促进会承办国际人权联盟的 40届的年会嘛 是 那因为这个国际人权联盟在世界上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权的组织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会 那我觉得像他这样的这个做法 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用心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想要问次长 就是说跟您讨论一下 比如说像这样的NGO的国际交流 我看到这个内容主要就是很多都主要就是像这样的状况 它是一个国际会议 那不管是在我们这边举办 或者是说我们去欧洲甚至到美国 或是其他的地方这个参与啊 那这样的状况因为现在疫情这样的期间 那很多的国际会议那周边的活动也都大多是暂停 那不知道外交部这边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式跟方案 目前的话呢我们希望就这个 用Teleconference的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视讯会议方式 要不就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NGO来主办 比如说我也希望台湾民主基金会能来主办 或者我们参加国际组织的一些视讯会议 对 进行交流 当然理论上还是可以办嘛 只是说它是透过视讯的方式来进行 是另外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慈善跟人道团体 他们在海外进行的一些救助计划还是在继续的 对 那也可以继续来做 是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跟国际会议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观念 的确是 OK 那我现在请教这个次长 就是说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到底台湾参与国际的NGO 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就是说 疫情发生之后 有哪些领域的台湾参与的空间 应该是有所成长 或者是外交部到底可以协助台湾的NGO 可以多做一些什么 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 或者是说当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对 我想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一次的疫情发生可以显示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全球性的 这个 一些公共卫生或者其他公共议题的治理 是不能有缺口的 对 那么我们台湾被排除在外 事实上危害的是全体人类的安全 是 所以 这个用这样的方法呢 可以 让我们的NGO更活跃的 更积极的 也更容易被人接受去参与 是 公共卫生这块显然是我们最强 目前 最强的吗 最强的 是 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也许有一些状况是说 台湾的 参与的空间 在公卫的这方面应该是 可以有更多的作为 是 有更多的成长嘛 是 是 那就这个部分外交部可不可以协助 像这些公卫的NGO 能够多做一些什么 因为 看起来就是说我们虽然被排聚在这个WHO 或参与WHA之外 但是我们的表现事实上是 在这个世界上来讲是有目共睹嘛 那就这部分是不是现在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 比如说5月17号也许WHA他就要召开他的年会嘛 那其实很多台湾的NGO 可能也会去参加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帮忙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外交部也可以来协助这一些NGO嘛 应该是也可以有一些帮忙嘛 是 对 那我再接下来问次长 就是说到底如何鼓励台湾的NGO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啦 或者是说 刚刚有提到 我其实我很认真的读了这个报告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当然这是我的观察啦 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以补助这个参与这个NGO 参与这个既有的NGO的会议或是活动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我们能否鼓励NGO自己来提案 然后开启另类的外交 就是说 现在的状况 事实上台湾的NGO蓬勃发展嘛 那台湾NGO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是人权的 比如说是环境的 比如说气候变迁的 比如说刚刚次长讲的公共卫生的 这实际上是有全球的共通性 因为全球人类面对的问题 可能 这个也就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嘛 那有没有可能说 像这样的做法是NGO自己来提案 然后 自己来认为说 外交部到底能不能给予我国的NGO 有哪一些的协助 那我想 这里面 当然NGO自己主动提案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应该鼓励 是 实话跟委员说 这里面也介绍到公共资源分配 对 那我们外交部也得有重点 是 所以如果就跟我们 符合我们外交部规划重点的 NGO我们来合作的话 我想这个是有很大的空间 是 就是说部长 这次长就是我对您的这个建议啦 因为事实上除了既有的这个补助 参与会议 或者是大家来参与 这个这个很好 我也非常支持 但是除此之外 事实上 您也知道 比如说德国的NGO 事实上 甚至在地中海在救援这些难民嘛 所以他可以做的范围非常大 那如果能够让 我国的NGO来自己来提案的话 我相信 这样子另类的外交的方式 应该对我国的外交处境有很大的帮助 是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主席 请洪沐凯委员 主席谢谢 麻烦请徐次长 请徐次长 你好 次长 谢谢 我想直接跟你请教 很多委员都关心 目前依照外交部的评估 台湾今年出席WHA 乐不乐观 我想我们请一下郭主司来回答 来 不管是视讯或是直接出席 我们目前台湾出席WHA 有几成把握 包委员 难度还是很高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 是吗 所以有几成把握 包委员 很难具体评估 很难具体评估 比去年好还比去年差 如果跟去年比的话是比去年好 比去年好 所以去年 2019年外交部感谢 34个国家地区 跟国际组织 对台湾争取参与WHA的支持 刚刚 对不起您是 国主司 国主司司长 好 是谢谢 抱歉 那您刚也讲了 比去年好 所以换句话讲是说 今年 外交部预估已经可以 争取 比去年34个国家地区 组织支持我们还要多 是这样吗 呃 我们 会继续努力 是吗 我当然知道啊 我们2300人都需要 我们外交部继续努力 我也肯定我们外交部 地线同仁的作为作法 本席都认同都支持 但是 本席也不希望 因为有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操作 而让台湾的国际空间被压缩 也因此 本席才会特别请教嘛 今年台湾成功的防疫 想必是大家分嘛 但是 我们能不能够有成功争取参与WHA的一个 实力 这一点还是要很小心谨慎嘛 所以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说 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做嘛 对不对 这一点 司长或是次长也都认同嘛 是不是 好 那我另外也要请教次长哦 蔡英文总统有讲说 要全面确保台湾可以完整参与WHO 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请教次长 您有掌握到蔡英文总统讲这一句话 全面参与WHO的精髓跟定义是什么吗 至少我们希望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 来参与他们所有 能让观察员跟会员参与的活动 就at least的最基本的过去我们成功争取到的观察员 我们希望是至少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蔡英文总统所说的完整参与WHO嘛 就参与完整的参与WHO所有的活动 是嘛 所以换句话讲是说这样子是不是也认同 蔡英文总统 所说了 过去八年马英九政府时代用观察员身份参与WHO就是完整参与WHO 这个是您的诠释 不是啊 是您刚的逻辑啊 我先请教您参与总统说完整参与WHO是什么意思 您跟我讲说是以观察员的身份 所以换句话讲 您认为以观察员的身份就是完整参与WHO啊 那意图就是说过去八年马英九政府时代以观察员身份参与WHO就是完整参与啊 逻辑没错啦 尊严 对 市长 报言 这个是逻辑问题怎么又要市长回答 报言 其实这也有一些细节哦 所谓的完整其实是 来啦 市长我不为难两位 还有 来我不为难两位 我只是想要讲一个事实 中华民国确实国际 国际上的地位是非常的艰巨 我都理解 我也都认同 尤其是过去跟我们外交同仁在第一线作战的时候 我更认同大家在第一线 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还是任劳任怨为我们台湾找出一条出路 但是 我还是要强调 就说在疫情艰困期间 我们如果说 因为政治意识形态 而让我们第一线外交同仁 绑手绑脚 或者是一定被迫要选边站 或者是一定要 因为赶朝换代 所以就要把前朝做的事情给全盘否定 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正常的外交策略的一个环节 所以还是肯定做事 但是我们也希望 外交同仁就是以做实事 做好事 做正确的事 而不要随着政治意识形态起舞 这样可以接受吗 报委员 我们完全赞同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立法院这边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通过一个跨党派支持的联合声明 支持我们 参与WHA嘛 对啊 四个党团我记得都已经有签署 在我们院长的一个带领之下 这个非常有意义 是 好 谢谢市长 谢谢赤长 请孔文吉委员 谢谢主席 请请一下赤长好吗 请徐赤长 欢迎你哦 呃 市长你看一下这照片啊 这是去年九夜 啊 当时 呃 我们是参加那个 帛琉总统 呃 Lem Gassau 他那个邀请我们 好 去年九月的时候去的 呃 呃 当时我们 人民会的主委 以降保罗是总统的特使 啊 当时立法委员 因为我是亚太 呃 呃 太平洋 南岛民族国家的 呃 立法院的友好协会的会长 啊 所以他邀请我去 啊 我们的周 周大使在右边 啊 我们跟少总统在左边 左二 哦 这是帛琉 那帛琉 这个 可以说是离台湾最近 我们南泰国家 算是比较近的 而且 还是我们的绑交 啊 算是我们断了 索尔门群岛 跟那个 吉里八十嘛 啊 那这个也是令我非常惊讶 就是说南泰国家的这些 六个友邦啊 断了两个 本来我以为南泰友邦 比中南美中我们的友邦 还要更更加 呃 友谊会更加巩固 邦交非常 呃 巩固 啊 但是没想到还是断了两个 所以 呃 今天我们谈这个国际 呃 NGO的 呃 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 呃 想法 啊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我们对于 南泰群岛 呃 这个我们太平洋友邦 剩下四个 呃 我们在这个防疫方面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 呃 这个援助 呃 有的 我请 亚太师来回答您 好 那个亚太师的师长是 副师长 葛师长啊 好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吗 那个对于 亚太 剩下还四个友邦嘛 是 好 我们有给他们 呃 什么样的援助没有 那帛琉到目前为止还是零确诊 好 那但是我们的 舰队回来 有二四个确诊 这个我们这方面有 有没有怎么样的防疫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是针对我们 对友邦啦 对友邦 是针对我们 帛琉好了 这帛琉或者是 剩下其他四个友邦嘛 诺鲁啊 是的 还有马赛尔群岛 马赛尔群岛 土阿鲁 土阿鲁 对 四个 四个友邦我们是根据每个国家 他国家他所提来的需求 然后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然后来 我们提供什么援助 现在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一些防疫的 物资 口罩吗 那包括了口罩 包括了 口罩已经给了哪几个国家 呃 四个国家都已经 提供了 四个友邦 四个友邦都提供了 你们是透过什么管道提供的 就是透过我们的 邮带系统来提供的 蛤 透过我们外交邮带的 好 你大概每个国家大概有 有没有数额口罩 提供多少 大概是两万个左右 蛤 两万个左右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两万个左右 那这个 差不多因为人口不是很多啦 是的 像那个诺鲁也不 也不过才几万人吗 两万人左右 一万 一万多吗 一万人 那我们提供两万个口罩 他们一个人都可以拿到 两份口罩 呃 我们第一优先还是希望 给当地 医护人员 嗯 做第一优先的使用 好 对于我们的农技团 因为断交 这四个邦交 我们还有农技团吧 是的 那断交的呢 农技团还没有 我们就是按照 现有的计划哦 其他四个友邦 现有的计划 那有一些计划 可以跟我们之前两个国家 农技团 你要比说断交的索罗门群岛啦 吉里巴斯 我们的农技团还在吗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嘛 是 那家四个邦交 还有农技团吗 都有 那我希望我们外交部也要针对我们农技团 哦 周外人员 哦 这个这个也都要提供这些防疫的物质啦 是是是 哦 因为农技团那边 啊 大部分都是替代役的嘛 替代役的学生在那边服役 哦 团长和祭司都有 对 团长还有这个 所以我是说我们这个职言 呃 这个先以防疫为主 巩固邦交 哦 然后这个怎么样就是给他们一个实质的 这样的一个援助 哦 像那个帛琉 啊 这个可以可以说总统是对我们 呃 非常支持啊 哦 这样照片都可以看得出来 哦 好 好 那就先长哦 谢谢 请吴思怀委员 有请次长 请徐次长 喂你好 司长辛苦了 那里 我想直接切入主题 我们口罩外交是很成功的让台湾站上国际舞台 但是站在外交部的立场 是不是应该优先给我们的侨民跟侨生 那么我看到4月7号 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提出来了 经过侨委会不断的要求 我们多次执询希望照顾侨胞 侨生 这些数据是你们提供给我的 那么现在陈时中部长只同意了5万片 我们侨胞有160多万 这是侨委会的资料 根据你们外交部的资料是198万 包含7万1000的侨生 那么我想1600万片都可以圆外 这是我们同意这样一个外交证事 让台湾站上国际舞台 但是对自己人是不是应该优先照顾 现在的产量每天1500万片 照顾我们的侨胞侨生 难道都不可以吗 我想请外交部简短回答 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想我们会向指挥中心来请示这个需求 我希望超前部署是落实的 因为本席接到海外很多侨社传给我的讯息 在那些国家他并不重视戴口罩 而他们需要戴口罩 买都买不到 这是外交部跟侨委会当然的责任 我希望能够很快的给我个具体的回答 给我办公室回应好吗 好的 第二个我要提的就是 本席在之前提过 对于外面的侨社 我们给他的照顾是线上咨询 或者做公卫的一些咨询 线上看诊等等 结果侨委会给的讯息是 我们研究看看 请外交部跟卫福部 跟侨委会好好的看一下 这是侨明的心声 巴拉圭 给侨社写给外馆 得一封信函 希望做到线上看诊 线上的公卫咨询 侨明的心声 我们在这里咨询 传到海外 侨明回应回来 我想外交部可不可以简短回答 什么时候可以做到 这在网路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要你愿意做 你就可以在外馆的网站公告 请问什么时间可以完成 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好吗 这是很容易的事 这个资讯我们拉美斯还没有接到 他们跟交部会反应过了 但我们之间会去了解 但是有关于这个 在线上提供医疗资讯 我们会去跟乔委员去了解一下 他们这个 我希望外交部不要再用 官样文章回答我 这份资料回头请你们 承办人到我办公室 我提供给你 我们是立法委员 小小几个助理都收整得到 海外侨明的需求 外交部你不能够责成外馆去做吗 外交部总其成嘛 所以我觉得给我一个时间 你们什么时间可以做到 对海外侨明的线上公卫的咨询 甚至线上看诊 当然牵涉到住在国的医疗相关法令 可是我们可以服务侨明的事 为什么不尽快做 给我一个时间好吗 什么时间可以做到 报委员我们立刻去跟 乔委会或者是卫福部恰这个事情 但是呢跟委员回答 如果要提供线上看诊跟咨询 提供方不是外交部 他必然是国内的相关医院或者是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 这个我们要去恰以后才能够给一个时间 所以我在这里没办 我希望你尽快 好的好的 因为这个是卫福部都已经可以跟 帛琉座远距视讯上的一个减诊的需求 报纸都登过 我也问过卫福部都做得到 执行这件事一点都不困难 只是愿不愿意做 为什么我要执询外交部 因为你是总其成嘛 卫福部负责医疗这一块 乔委员或者乔明 外交部外管是以谁为主 外交部 所以我希望你们最后请主席再给我十秒钟时间 NGO主持是我们台湾最有能量的软实力 那么我只问一件事 你们外交部网站上 2006年的台湾现在的NGO组织 到底有多少 没有更新过 14年了 我请问次长 知不知道NGO组织 现在台湾的NGO组织有多少个 简短回答我好吗 包委员 包括跟内政部登记 各县市 县市有登记超过9万个 多少 超过9万个 超过9万个 你们看看你自己 我贴出来的 你们网站上的数据 是2006年的 对 官网上的数据 那这一点承办人都不能够落实 我们怎么去推动 NGO的软实力 包委员 我们讲的这个参与国际的部分 跟这个实际登记的这个NGO数目是有差别的 那因为这个数字是这样 我跟委员很快解释一下 因为2017年 台湾所 NGO所参与的国际性的NGO 有3,098个 所以事实上是只有 2,000多个NGO 有参与这些活动 那去年是3,112个 所以这个数字指的是说 我们国内NGO 去参与国际的 国际性的 我了解您的意思 因为我在红十字会担任过秘书长 国际NGO组织我非常了解 现在是你官网2006年的资料没有更新 请尽快更新 没问题我们会来做 好 谢谢市长 谢谢 谢谢 泰平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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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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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呼司长 请问这一次磐石剑 他们到帛琉 那外交部有跟他们 有了解吗 然后有跟他们做一些 在当地有做接触吗 然后了解有多少人去吗 然后了解他们的 这个防疫情形吗 那这些人他们 是不是有做那个记录 就是譬如说他们的健保卡 回国以后他们的健保卡 是不是有显示说有出国的记录 请问外交部知道这个事情吗 是在舰队出去之前 已经到达帛琉以后 那所有的事前的规划 跟在帛琉当地活动的安排 那我们都是 是由本部还有祝博六大使馆 在提供协助 也有所掌握 但委员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关于 也许是 譬如说他们的健保卡会登陆吗 那这一部分的话 外交部并不是那么了解 外交部不清楚 根据本席的讯息就是说 这些人他们的健保卡是没有记载 有出国的记录 所以他们回来就诊的时候 然后诊所或医院并没有清楚 他们这个是有出国过 然后甚至他们不舒服 也是被劝说是需要去做这个检验 后来才知道的是有确诊 那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那有这个案例就是 也希望外交部这边 能够针对本席刚刚提出来的问题 往后 往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 也不知道要多久 那往后外交部相关单位 针对这个民间或者是 这次的这种军队 军舰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能够相关的这个讯息 能够记录的更走全 我想以免 以免变成这个是一个破口 以免是一个破口 对我们那个外交 这个单位的人 也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接触的 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那再来就是 透过疫情 我们知道像这次送口罩 那两万个 这个是怎么去判断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两个星期发九个 两个星期发九个 那为什么会订两万个 那两万个足够吗 或者是说我们怎么外交部怎么去跟各个部会去建议 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所谓的口罩外交 好那外交部有没有一个 比较 确认确认过的政策 有讨论过的 好请回答 跟委员报告 这个您的问题是指说 你们怎么去定 要去送多少个口罩 还是你们只是配合 这个 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政策 去做执行的 这个口罩的 进行外交的口罩的数量呢 我们还是要跟现在指挥中心 来商量来协调 只要看指挥中心那边 现在在 首先因为 从总统也指示过 先要满足国内的需求 跟国民的需求 那国外的这些所谓口罩外交的哪些国家 是外交部提供的吗 这些国家第一波跟第二波 有分别不同 那基本上是本部看 这个是 这个各国的疫情的严重程度 来还有 那你们判断还有几个国家 我们还没有做的 还要继续去做口罩外交 大概还有几个国家 我们还会继续做 第一波跟第二波 都有不同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还会进行第三波 但是具体有几个国家 我可能要统计以后 那总共已经送了多少口罩了 总共已经送了 外交部有掌握这个资讯吗 是有一个数目 那本席在这里最后就是要表达 希望 希望外交部 本席是希望外交部 能够掌握一个 比较全盘的一个研判 然后我们透过口罩外交 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国与国的联系 那当然我们还是刚刚几位委员提到 我们希望外交部也能够对当地的侨民 还有留学生 做更好的一些照顾关怀 甚至包括口罩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协助 是 谢谢委员 请范云委员 是有请徐政次 请徐赤者 郑次好 那个郑次辛苦了 因为一个早上就是非常多的问题 那这个影片 那我今天就是是以 抱歉 这影片好像有点 OK 是以前无任所大使 那跟现在的那个 立法委员的身份 想给那个外交部一些建议 那但是不是针对徐政次 那只是因为刚好今天是 部长没有来徐政次这个部分 所以也跟政次请教一下 我想我对外交部 在推动NGO的议题的了解 是这两年 因为我担任 无任所大使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这两年跟外交部一起工作 然后了解其中的困难 那我要老实说 这两年的 至少我看到徐政次 在这方面非常的用心 让我们的那个赖执行长 也非常的努力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累积蛮长久的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我过去在妇女NGO里面工作过十年 其实大家对这方面的抱怨是蛮多的 那所以一定是有一些制度面 或者说政策面的问题需要检讨 那我今天有看到这个报告 跟早上坐在这边听 那我知道我们妇女议题 是在我们NGO的外交的六大议题中的一个 那政策今天讲到比较主要的成果 有包含就是说 去年的两个年会 PASIWA跟Li心 那其他我们主要的资源 是放在UNCSW这边 我想先简单问一下徐政次 知不知道我们那个 USW这个我们台湾支持 我们妇女团理去开 所谓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的 NGO这个部分的会议 已经几年了 不知道政次晓不晓得 你看政次不知道没关系 刚刚我已经问过了 因为不是要考这个技艺 已经14年了 106年开始 14年了 那我知道政次很努力 因为我有参加策略会议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补助妇女团体14年了 但是今年我们才开始 要用具体的方式 很可惜因为疫情 所以没有办法 因为我看到你们2月 给立法院的解冻预算中 还有提到 台湾性别平等周 因为这部分我跟李安妮 就是说女士 有一起参与 就是说外交部的讨论 都是徐政次主持的 我知道你很努力 而且这也是正确的做法 可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事情补助很久了 因为我过去在妇女团 担任领导负责人 那我要讲14年 到今年才在徐政次的努力下 召开更具体的一个策略会议 真的是太晚了 不知道政次同不同意太晚了 对我来讲 never too late ok我知道你never too late 那我知道那个赖指寻想 也就在这位置做两年 所以我要讲是这里面呈现一个问题 如果妇女议题就看到这个问题的话 其他议题也一样 就是我们外交部在NGO这部分的思维 一直是给钱给预算 可是呢 没有能力去跟NGO一起工作 去领导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看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外交人员的思考 从刚刚那个有讲到公共外交 怎么结合我们的NGO外交 的知能的部分认知能力 没有议题的专业度 只有地理跟语言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长久以来要有第二专业 然后这个部分 譬如说徐政次很努力 然后Micky很努力 可是万一两位未来都高救的话 没有人管这一块的话 那你们两位也没办法 因为是生理男性 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第一线开会 所以这个议题上就没有领导力 没办法成为总指挥 你很难期待NGO的人 在议题上成为总指挥 因为他们人事变化也很快 所以第一个外交人员的知能这个部分 真的要从制度面 就是说来改变 第二个NGO给钱的方式 就是说也是需要 就是说有更好的手段跟策略 我再举一个例子 那我最近知道我上次在会议中 跟政次提到一个AWID 要明年要来台湾开会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议题的INGO 它在网页上都已经讲了 明年的1月11到14要来台湾 那次我跟徐政次的会议中还提到了 记不记得 然后刚好当天晚上有几个NGO去 结果到这两天了解这个事情 虽然没有一个台湾的NGO要帮忙合办 他找不到台湾的主办单位 它是因为我们妇女参政做得非常好决定 主动决定跟PASIVA跟立新市里面 有人在努力是不一样的 他主动要来 因为他是一个妇女权益的领导的一个组织 可是这就展现了外交部这边 没有妇女议题的专业的专职者 你期待NGO就是会掉钩 会这样子漏钩 所以这个议题也要请徐政次 就是说能够注意 至少我想这个部分今天告诉政次 AWID明年要来这件事情 不管疫情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我举这个为例一方面 请政次帮这个忙不要漏钩 二方面这展现了我们 外交部的专业人员里面 就是没有妇女议题的 一个认知的能力者 跟我们NGO朋友一起工作 最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 谢谢委员 这球我们一定会接住 那关于认知的部分 其不外交部 可不可以回去也检讨一下 包含给钱的方式好不好 是 OK 好 谢谢 请林德副委员 林德副委员 林德副委员不在 请高嘉宇委员 謝謝請次長 謝謝 謝謝徐次長 喂你好 次長 這支敦目艦隊到帛琉外交部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基本上敦目艦隊的出訪是例行性的 每一年我們都會跟國防部協調 國防部提出需求 我們外館提出規劃 然後雙方協定以後 所以在疫情期間大家都認為說 不應該有這些郵輪或是出訪 甚至延期的一些考量的時候 當初在整個決定照原定計畫是誰做的決定 本委員報 其實敦目出訪的日程和國家是早就已經規劃好了 當然當時還沒有 有沒有人提出延期的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或者是說外交部在世伯六當地的情況 有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 或者是說這過程中有沒有人踩剎車 還是說大家都覺得沒關係我們就去吧 這個是誰做的決定 據我所知是沒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一次我們只訪問了帛琉的一個國家 而且在訪問之前就已經把相關所有活動 所以沒有人提出要延期的建議 所以大家就照原定計畫就去了 目前沒有 那外交部在過程中 其實對於帛琉當地的情況有沒有掌握 因為大家認為說帛琉應該是零確診 那也有沒有提醒我們的國軍說到了那裡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事實上在抵達帛琉之前當時艦隊還在海上 其實事先就一直艦隊跟我們的大使館一直保持聯絡 那最後就是確診說帛琉仍然是一個零確診的情況 所以據我們外交部在當地的了解 確實當地的疫情是零確診沒有任何的問題嗎 是零確診到現在帛琉還是零確診 零確診是數字還是實際的狀況 這部分外交部有沒有掌握 這部分我們只能用科學證據來說話 那帛琉他從疫情爆發到現在為止 因為我們外交部也有協助這個醫療團隊的進駐 那包括我們國軍被質疑說在帛琉當地沒有戴口罩等等 現在整個責任的歸屬當然後續也會釐清 但是外交部其實也必須要了解帛琉當地的狀況來真實的反應 這部分外交部可能後續也要有相關的檢討 那在整個過程中到底是不是要如預期還是有沒有延期的計畫等等 誰要來負責這個可能也是外界很關心的 那我們今天也要問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其實中國不斷的在實行大外宣 這些大外宣其實不管是經濟學人說 他透過口罩要全世界來感謝中國 或者是說最新意大利的民調 我們也有看到說 意大利人有52%認為中國是對意大利友好的國家等等 證明說他們的大外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 甚至他們駐美國的白宮記者不管是最近的張經濟或者是這個王又又等等的問題都引起了很大的花欄 也都是大家認為說駐美的白宮記者都是中國大外宣的一個投資的一個宣傳的管道 那外交部對於這樣子的作為有沒有什麼因應 我想我們還是要我們要按照我們自己的步調跟我們的長處去發揮我們的長處 那因為中國在大外宣上面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我們不可能跟他去拼錢 我們還是要譬如說我們運用我們成功的防疫作為 所以目前除了口罩外交之外 我們的防疫作為的部分 之前我們有建議說有一些影片等等來去宣傳 或者是讓大家知道說台灣在防疫這方面的努力 讓世界其他國家知道我們的協助台灣Can Help 到底可以幫助什麼 在這個疫情的部分不管我們是WHA或是WHO的未來的參與等等 外交部在這個部分有做相關的這些影片宣傳 各國的語言或是等等的去做一些宣導嗎 我們現在國傳市正在規劃一系列的影片的拍攝 好那已經有的已經開始拍了 那再過幾個月就可以出來 所以這個腳步會不會太慢了 因為其實大家都已經動起來 那台灣的這個整個疫情到現在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得到很多肯定 那連網紅都已經在紐約時報登了廣告等等 其實民間都跑得比我們官方來得快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除了口罩外交之外 台灣Can Help的部分 如何能夠深入讓其他國家的民眾知道 但在整個疫情裡面 中國大家世界各國認為應該是罪魁禍首 可是有些國家卻被誤導成 中國才是幫忙甚至感謝中國等等 那台灣是不是也應該在我們的外交宣傳上 能夠更積極 那尤其是WHA大家都認為說 這一次是不同於過去 很多國家聲援我們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有統計說 有多少國家支持我們參加WHAWHO嗎 麻煩國主席報告一下 喂好 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還沒有辦法具體的統計 但是陸陸續續已經有 將近30個國家的 因為去年5月是34個國家支持我們 那今年在這個情況之下 照理說我們應該要倍數甚至更多的成長 但是到目前為止如果照你說30個國家 那還比去年還要少 但是民眾的感受不是這樣啊 包括歐盟包括法國等等的 英國等等的這些國家 都認為台灣應該加入這個WHA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其他國家的支持 我們有沒有適當的做一些宣傳 跟把這些支持化為力量 這個是外交部必須要去努力的工作 那我們不希望說在這一次 台灣終於有機會在世界上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卻錯失了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像今年本來這個鑰師工會 也有受邀參加WHA 那到現在本來預計5月要去 現在這個還有預計要去嗎 這一點我們會跟鑰師工會那邊來聯繫 你們知道嗎 我們知道了 那所以有沒有確定要去 5月的事情現在已經快要到了呢 你還不確定 之前是這個是他們自己去申請的 那之前有說他們有發言的準備 但是後來有遇到一些困難 那在今天早上也有其他的委員 有提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有承諾說我們會去跟鑰師工會那邊了解 看看我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是外交部有沒有積極的在協助說 我們包括鑰師工會或是 我們把這個防疫成果 能夠去讓世界其他國家知道 這中間我們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因為不是鑰師工會自己的事情 而是外交部在這過程中 如果能夠協助幫忙把我們這個口罩 不管2.0 3.0 整個的這些過程 或者是我們在防疫的成果的過程 都能夠去讓其他國家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我們不一定要靠錢去做大外宣 那我們能做的事情外交部有沒有做 這個是大家都在看的 所以希望外交部在這個部分 能夠更積極努力一點好不好 是 抱怨 那其實國際媒體到目前為 到上個禮拜為止 就是有談到我們防疫成果的文章 或者是專文報導 已經超過750篇 對 但是我們也要主動的出擊 就是剛剛所講連網紅都主動 這個全民都自掏腰刀的 在幫我們做宣傳 我跟您報告 我們會架一個網站 我們是在架 可能這個禮拜 大概什麼時候會出來 這個禮拜就要出來了 我們已經準備很久了 把這個 我們也可以找網紅合作 世界各國的網紅 幫我們來協助宣傳 一起來發聲 有一些有影響力 有代表力的 像最近Lady Gaga的這個華人的串聯 可是卻排除台灣 就這個部分當然 台灣這次防疫的成果 也有很多有影響力的名人是支持的 能夠把這些人集結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支持台灣的力量 現在就是外交部 要去做整合的工作 好不好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請楊琼英委員 楊琼英 楊琼英 楊琼英委員不在請 劉世芳 劉世芳 劉世芳委員 不在請 鄭運彭 鄭運彭 鄭運彭委員不在請 周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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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明委員不在請 謝依鳳 謝依鳳 謝依鳳委員不在請 陳明文 陳明文委員不在請 李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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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請莊敬成 莊敬成 莊敬成委員不在 請鄭立文 鄭立文委員不在請邱志偉 邱志偉 邱志偉委員不在請林楚音 林楚音 林楚音委員不在請蘇志芬 蘇志芬 蘇志芬委員不在 今天已登記咨詢的委員 除了不在場外 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巡答結束 本日會議由 如四方 陳明文 蘇志芬委員 提出書面質詢 請列入記錄 並刊登公報 請相關單位 以書面於兩週內答覆 本日委員口頭質詢 未及答覆部分 或是要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單位 以書面於兩週內提供 本日以 23日為兩天一次會 請 請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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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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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